这期继续讲战神第56篇,秦剑书万万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些军人,竟然来自中央军纪委员会。这些人,对于军区的将领来说,就相当于悬浮在头顶的宝剑一样。具有极为强大的威慑力。然而,一般而言,这些人,没有中央直接下达的命令,是不会轻易出手的。一旦出手,不管你有多么厉害的来头,多么高的地位,都没用。 别说是秦剑书了,就算是各大军区的一把手,面对这些人,都要忌惮三分。秦剑书没想到,中央军纪委员会的人,会来找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自己最近,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第一时间,秦剑书想到的,自然是他派遣去南方的杨渡了。 崔家的崔方犯了罪,并且认了罪,而他却让杨渡,强行将其带走,严格说起来,这算是滥用职权。莫非是这件事情?不可能。 秦剑书第一时间就否定了这个想法。毕竟,杨渡那边任何消息都没有传回来,并且,上面也不应该因为这样的一件小事,就动自己的呀。 不然的话,整个北方军区的高层,岂不是人人自危?上面这样做,就不怕含了大家的心?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秦剑书连忙道,刚才你说我以公谋私,滥用职权,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大笑目光怜悯地看了他一眼,冷笑道,说什么?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到时候,你自然就会清楚了。 秦剑书哪里愿意跟他们走?他后退一步,大声道,等一下,我要打个电话。 这些人是中央军纪委的,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来抓捕自己的命令,是从中央下打的。 他必须要打个电话去问清楚才行,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跟他们走了。 那个大笑也不阻拦,任由秦剑书打电话。 秦剑书直接找到了他的上级手掌,拨打出去。 然而,对面刚刚响起了铃声,就传来了嘟嘟嘟的盲音。 竟然直接挂断了,都没有接通秦剑书的电话。 秦剑书愣住了,他一脸地不敢置信。 什么情况? 他心中的不安,更加强烈了,但他不相信自己的领导连电话都不接, 于是,他又再次拨打。 没有意外,即便他第二次拨打,对方依旧是没有接,直接挂断。 这一下,秦剑书死心了。 他想了想,又找到了一个号码,拨打了出去。 这个号码,同样是他的上级领导,是参谋部的参谋长。 电话响了好几下才接通。 手掌,我是秦剑书。 他刚刚自爆家门。 嘟嘟嘟。 对面直接挂断了电话。 秦剑书愣住了,一个如此,两个都是这样,这意味着事情有些严重了。 不然的话,他刚刚找的两个上级,不应该不接他的电话呀。 特别是第二个参谋长,才刚刚听到他的名字,就挂断了电话。 搞得好像他是洪水猛兽一样。 秦剑书心里有些慌张,毫不迟疑,在电话部里找到了一个在中央工作的老友, 拨打了他的号码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喂,老秦吗? 秦剑书? 是我呀,老秦,中央军纪委的人突然来找我了,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秦剑书直接开门见山问道。 对面沉默了一下,才开口,带着一丝怜悯。 听到了一些。 那你快告诉我,是不是有人故意在长老们的面前告我的状,故意搞我呀? 秦剑书急忙问道。 如果你没有犯下错误,就算有人告状,又怎么能搞得了你? 秦剑书赶紧道,那你快告诉我,我到底犯下了什么样的错误, 连中央军纪委的人都来找我了。 你装什么傻? 对方冷冷道,我以前只以为你是有些犯魂, 但我没想到你竟然跟那些豪门搞在一块, 还企图动用军区的力量去营救一个幕后杀人犯。 秦剑书,你做的好事。 轰隆。 这句话,如同五雷轰顶,把秦剑书劈得浑身发抖。 竟然真的如他所想,军纪委的人来找自己, 竟然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情,可是,他想不通啊。 因为按照时间来算,就算杨渡在那边失败了, 最多也只是被遣返而已。 就算事情败露了,也根本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啊。 于是,他将这个疑惑问了出来。 听了他的疑惑,对面沉默了一下。 你知不知道,就在之前,特种战队的赵斌去了南方军区。 赵斌? 秦剑书一愣,他去南方军区干什么? 因为那个夜龙吗? 杨渡被夜龙打了的事情,他当然知道, 他还想让杨渡借助南方军区的力量教训一下夜龙呢。 但,这些事情,在他的眼中,依旧是小事啊。 赵斌就算要闹,过来找他也就是了。 你的意思是,赵斌告得撞, 秦剑书连忙问道。 区区一个赵斌,还不够格。 对面沉声道,关键是,南方军区的人何出手了, 他不久前,一个电话打到了长老团那里去。 说你滥用职权,以公谋私, 最重要的是,你放纵下属,非法动用南方军区的力量, 企图对战神大人不利。 听到这里,秦剑书却是一愣。 战神大人,哪个战神大人? 在我们国内,还有几个战神? 对面冷笑道,秦剑书啊秦剑书,你还真是糊涂,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那个崔家的崔方,他之所以被抓捕, 就是战神大人出的手。 你让杨渡去提人,还企图对战神大人不利, 你自己说,长老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会无动于衷。 秦剑书,你这样做,跟叛国有什么两样, 你完了呀,企图伤害华夏的守护神, 这不是叛国是什么? 轰隆。 又是一道惊雷,劈在他的身上。 秦剑书浑身的毛孔一下子炸开了。 他手脚一阵发软,浑身失去了力气,摔倒在地。 整个人哪里还有之前的那种傲慢,显得无比, 狼狈他恍惚了片刻,呼吸急促, 接着他反应过来,抓起手机。 帮我!帮帮我,求你! 我不知道战神大人在那里的,我真的不知道。 他要是知道战神在南方, 他要是知道这一切, 又怎么可能让杨渡去做那种事? 就算借给他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啊! 那可是东方战神啊! 华夏的守护者! 他秦剑书在军中的威望, 充其量也只是在北方军区有一点影响力而已。 跟战神相比起来, 简直就是萤火虫跟昊月之光相比。 太渺小了!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要怪,就怪你自己! 嘟嘟嘟! 对方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 而秦剑书,则像是失了魂一样。 他知道,自己完了,带走。 那个大笑目睹了这一切, 他冷笑一声,大手一挥,大喝道。 哗啦! 顿时,几个军人上前, 直接架着秦剑书,就往外走。 像是架着一条老狗。 崔家! 客厅里, 崔建华正在不断地喝着浓茶。 他的精神看起来不怎么好, 有些疲倦。 事实上, 他动用了秦剑书那一层关系之后, 昨夜就不怎么睡, 一直都在等待消息。 他很忐忑。 因为他不确定, 秦剑书到底能不能把崔芳给救回来。 崔泽坐在旁边, 同样也有些忐忑。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他们除了等待, 什么也做不了。 毕竟, 现在秦剑书一出手, 就算是军方跟警方的交锋了, 崔家虽然厉害, 但这个关键的时刻, 可不敢贸然插手。 终于, 他们在客厅里哭坐了三个多小时, 崔泽的手机终于响了起来。 崔泽脸色一洗, 连忙拿出手机一看。 但, 并不是意料中的秦剑书打来的, 而是崔家的一个眼线。 什么事, 崔泽接通了电话, 沉声问道, 大少爷, 大事不好了。 对面的人着急道, 我这边得到消息, 秦剑书中将被中央军纪委的人给带走了。 什么? 崔泽听到这话, 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你刚才说什么? 再说一次。 秦剑书中将让中央军纪委的人给带走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崔泽连忙问道。 不太清楚。 对面的人沉声道, 我让人去查, 什么都查不到, 只是说, 秦剑书中将滥用职权, 以公谋私, 现在被带去问话了。 那天行省那边呢? 小方怎么样了? 那个杨渡把他就出来了没有? 崔泽又问道。 他们现在最关心的, 自然还是崔方的安危。 对面沉默了一下, 叹了口气, 没有。 没有。 是的, 那边的眼线传回消息, 说杨渡也被带走问话了, 并且特种战队的赵斌, 出现在了南方军区。 崔泽的脸色, 越加阴沉。 这件事情的变化, 让他真的预想不到。 不过他也明白, 如果仅仅是一个赵斌的话, 应该还造不成如此大的影响。 南方军区那边, 肯定还发生了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可是, 到底是什么呢? 他想不通挂断电话, 崔建华连忙问道, 怎么样了? 那个杨渡把小方就回来了。 崔泽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他不敢去看崔建华的眼睛, 摇了摇头。 营就失败了, 秦爷爷被中央军纪委的人带走, 那个杨渡也被带走问话了。 听到这话, 崔建华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秦建叔已经是他们崔家 所能动用的最高层军方关系了。 连他都不能把崔方带回来, 那崔家也无能为力了。 大伯, 对不起。 扑通。 突然, 崔泽一下子跪在了崔建华的面前。 他也知道, 这一次秦建叔营救崔方失败, 那么, 崔方算是彻底完了。 他将会接受法律的审判, 谁也救不了他, 等待他的, 将是死刑。 而崔方落到现在的结局, 崔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初崔方要求主动前往南方, 如果崔泽最终没有同意, 崔方也去不了, 但他却同意了, 所以, 他责任很大。 虽然当时他已经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一天, 但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 崔泽依旧非常痛苦。 不管怎么说, 崔方是他的妹妹, 虽然是堂妹, 但在他的心中, 崔方就是他的亲妹妹。 崔建华失去了女儿, 而他, 失去了妹妹, 所以, 他的痛苦, 不会比崔建华低很多。 但, 崔泽却没有后悔。 因为正如崔方所说的那样, 身为崔家的子孙后辈, 就应该要为崔家的发展而贡献一切, 包括自己的生命。 看着跪在地上的崔泽, 崔建华睁开眼睛, 差点没忍住一脚踹过去, 但他最终还是忍住了。 起来吧。 事已至此, 他就算在生气, 在愤怒, 又有什么用? 总不能杀了崔泽吧。 而且, 崔建华也很清楚, 崔方去南方找那个李东, 除了给王武报仇之外, 更多的, 还是想要拖住对方北上的脚步。 这些道理, 他都明白。 轰隆。 崔泽正要说话, 突然间, 一道沉闷的声响, 从崔家宅院深处传来。 听到这一道声响, 崔建华跟崔泽对视一眼, 脸色顿时已变。 他们都听出来了, 这一道声音, 是从崔老爷子居住的地方传来的。 没有丝毫迟疑, 他们立刻站起来, 冲了出去。 这样的动静, 也惊动了崔家的护卫们。 当下, 护卫们四面八方, 朝着崔老爷子居住的小楼汇聚而去。 数分钟之后, 崔建华跟崔泽来到了崔老爷子居住的小楼前方。 此时, 这里汇聚了一百多个崔家护卫。 哈哈哈哈。 一道狂笑声, 陡然从小楼里面传出, 紧接着, 一道身影从里面窜了出来。 速度飞快, 身形矫健无比。 那一道身影, 直接来到崔建华的面前站定。 众人这才看清楚他的样子。 只见, 这人满头白发, 然而却面色红润, 如鹤发童颜, 精气神非常好。 不但如此, 他的眼神锐利如刀, 如天上的星辰一般耀眼, 但却有像深海一样不可测。 同时, 他的身上, 隐隐散发出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 如山如海一般在场的所有护卫们, 身形都微微颤抖着, 像是身上压了一座大山。 这个老人, 赫然就是崔家的老太爷。 崔则感受到崔老太爷身上散发出来的可怕气息, 看到他那张狂的样子, 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 顿时一脸激动。 爷爷, 您, 父亲, 您, 成功了, 突破到大宗师之上了, 崔建华同样激动无比, 崔则想到的, 他也想到了。 自从崔老爷子跟陈小刀那一战之后, 就受了重伤, 崔家这段时间一直都在拼尽全力抵御小刀门带来的压力, 以及拖延里东北上的脚步。 为的, 就是能赢得时间给老爷子疗伤, 顺便冲击更高的武道境界。 如今, 老太爷出关了, 他们如何不喜, 如何不激动。 那倒没有。 崔老爷子叹了口气, 有些遗憾地道。 闭关了这么久, 我本来以为可以成功突破到大宗师之上的境界, 但没想到, 我还是高估了自己, 低估了那个境界的门槛。 难, 太难了呀。 听到这话, 崔建华跟崔泽脸色大变。 失败了? 如果老太爷突破失败, 那么, 崔家的实力并没有得到提升, 到时候, 如何去面对小刀门, 如何去面对那个礼? 东! 什么? 父亲, 您, 失败了? 崔建华不可置信地问道。 他本来满心期望, 但现在老爷子的回答, 像是一盆冷水一样, 让他感到通体冰冷。 这一次, 崔家算是孤注一掷, 用整个家族的能量来赢得时间。 可以说, 老爷子要是没有成功, 那么, 崔家也算是走到尽头了。 失败! 崔老爷子一愣, 接着哈哈大笑道, 那倒没有, 我虽然没能成功突破到大宗师之上, 但却也成功了一半。 听到这话, 崔建华跟崔泽对视一眼, 松了口气。 但接着, 他们一脸疑惑。 父亲, 您说的成功一半, 是指。 崔老爷子背负着双手, 淡淡道, 你们可知道, 五道大宗师上面, 是什么境界吗? 两人齐刷刷摇头, 不知道。 事实上, 对于五道意图的境界划分, 别说是, 他们这些没有接触过五道的人了。 就算是一些一流级别的高手, 甚至是五道宗师, 恐怕也不知道, 大宗师上面的境界是什么。 因为这些人, 想要接触到那个境界, 太遥远了。 崔老爷子, 没有立刻说出, 大宗师之上的境界。 只见, 在众多目光下, 他缓缓伸出了右手, 脸色肃然。 接着, 他屈指一弹。 咻! 一道尖锐的破空声响起。 所有人便看到了骇然听闻的一幕。 崔老爷子屈指一弹, 竟然有一道进气, 从他的手指中弹射而出, 像是子弹一样, 击中了墙角的一个瓦罐。 砰! 那个瓦罐, 直接爆炸了, 化作无数的碎片, 四射飞开。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这一幕, 太过震撼了。 这跟子弹有什么区别? 崔老爷子傲然而立, 淡淡笑道, 五道大宗师之上的境界, 名为超凡, 而我, 已步入半步超凡。 刚才你们看到的, 是尽其外放, 其威力, 可堪比子弹, 不过可惜的是, 我并没有踏入真正的超凡境界, 所以超过十米之外, 威力就大打折扣了。 崔则回过神来, 一脸兴奋地问道, 爷爷, 现在的您, 能打得过小刀门的陈小刀了吧? 区区陈小刀, 合足挂齿, 现在的我, 杀他如杀鸡。 崔老爷子傲然道, 强大的实力, 给他带来了无与伦比的自信。 如今, 整个北方, 乃至整个华夏, 能与他有一战之力的, 寥寥可数。 听到这话, 所有人都无比激动。 老爷子实力大增, 就意味着崔家的实力大涨, 之前小刀门带来的压力, 瞬间当然无存。 崔建华心中无比惊喜, 但又想到自己的宝贝女儿, 心情一下子变得无比复杂。 不过平心而论, 他认为, 这样是值得的。 崔芳虽然牺牲掉自己, 但换来了宝贵的时间。 如今, 老爷子实力更上一层楼, 不久的将来, 崔家将会像是一颗彗星一样闪耀。 谁都无法阻挡。 崔老爷子察觉到崔建华的情绪不佳, 皱眉问道, 我闭关的这段时间, 可有什么大事发生。 崔建华犹豫了一下, 还是将最近的事情说了一遍。 听他说完, 崔老爷子的眼睛眯了起来。 小刀门, 东海里东。 好, 很好, 我的孙女, 性命可宝贵得很, 谁也不能轻易拿走。 还有秦建叔那个老东西, 够义气, 既然他是因我崔家而被抓捕, 那么, 我就有义务把他从军纪委里弄出来。 建华, 准备好等我回来, 然后跟小刀门宣战, 说着, 崔老爷子哈哈大笑着离开了崔家。 崔建华跟崔泽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激盪。 终于, 崔家要崛起了。 李东并不知道这一切。 他已经带着林宇柔返回了东海。 那, 我们回来了。 回到院子里, 李东就冲着里面喊了一声。 哎。 屋子里传来了刘静的声音, 紧接着, 刘静穿着围裙跑了出来。 满脸笑容。 你们可算回来了, 怎么样, 这几天在省城那边玩得开心吗? 李东跟林宇柔这一次去省城, 是去看沈云的演唱会的。 算是度假。 关于东泉山庄那边的爆炸事件, 李东跟林宇柔没有告诉刘静他们, 不想让他们担心。 可开心了。 李东笑着道, 可惜您没有跟着一起去, 错过了沈云的演唱会。 刘静无奈一笑, 摇头道, 没什么可惜的, 我要是跟着你们一起去了, 谁留下来照顾你爸。 他要是没有我在身。 编, 估计连饭都吃不好。 则则, 爸能娶到妈, 那是他这辈子最好的福气了。 李东笑着道, 就你会说话。 刘静用手点了一下李东的脑袋, 好了, 快进来吧, 饭菜很快就做好了说完, 他又转身准备返回厨房去做饭。 林宇柔心里不平衡了, 这算怎么一回事啊? 怎么一回来, 自己老妈就只顾着招呼李东, 我呢? 妈, 不带您这样的, 还有我呢? 您怎么不问问我呀? 林宇柔埋怨道。 刘静瞪了一眼林宇柔, 问什么问, 回来就赶紧拿行李去放好, 过来帮忙做饭。 说完, 他跑回了屋子。 李东笑呵呵地看着林宇柔忧怨的样子, 感觉有些好笑。 笑什么笑? 林宇柔弯了他一眼, 再笑信不信我让你好看。 李东立刻装作很害怕的样子, 我好怕啊, 你要温柔一点对我哦, 你…… 哼! 林宇柔气急, 最后哼了一声, 气鼓鼓地进了屋。 李东更加开心了, 拿着行李箱走了进去。 晚上的晚饭, 一家人吃得开开心心。 李东跟林宇柔地回来, 为这个家增添了不少欢乐。 毕竟, 他们不在家的时候, 就只有刘静跟林国栋两个, 而林国栋一般吃完饭, 都会跑进书房里, 去处理公司的一些事情, 只有刘静一个人, 在客厅里看电视。 现在李东他们回来了, 一家人在客厅里看电视, 林国栋也没有去书房工作了, 这样的氛围, 才是刘静最想要的。 小东啊, 到时候等你跟雨柔举办婚礼的时候, 一定要把你那个亲戚请过来啊。 刘静笑着道, 昨天他过来了一趟, 人挺好的。 好。 李东笑着答应。 虽然, 他不喜欢李宏图, 甚至怨恨他, 但刘静既然开口了, 他自然不会反对。 而且不管怎么说, 李宏图都是他名义上的父亲。 他跟林雨柔到时候举办婚礼, 那将是他跟林雨柔人生中最好的大喜日子。 李宏图就算到来, 他也不会太过抗拒。 但, 而且, 他看得出来, 刘静跟林国栋挺希望李宏图来的。 既然他们希望, 那就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好了。 一家人看了会儿电视, 等到九点钟左右的时候, 大家就各自回房了。 林雨柔先去洗澡, 然后拿出了一些公司的文件, 在书桌上忙活了起来。 虽然他这几天都以度假的名义在省城, 但实际上公司的一些重要文件, 还是要处理的。 李东则是去洗澡了。 默一会儿, 李东洗完澡出来, 看到林雨柔还在忙活, 他婆缩着下巴想了想, 没有打扰他。 而是轻手轻脚走出了房间, 轻轻带上房门。 李东直接下了一楼, 走出大门。 他来到车子停放的地方, 开启了后备箱, 然后, 竟然从里面拿出了一大束红色的玫瑰花。 没错, 就是红色的玫瑰花。 这一束玫瑰花, 是他提前买好放在车子里的。 他要用来送给林雨柔。 之前刘静跟林国栋都在, 他自然不会当面拿出来。 现在刘静跟林国栋都休息了, 趁着这个好时机, 李东想要制造一点小浪漫, 给林雨柔一个小小的惊喜。 李东拿着花, 轻手轻脚地返回屋子里, 像是做贼一样。 没办法, 他怕刘静或者林国栋听到声音会出来, 到时候撞见那就有点小尴尬了。 不过好在, 他们都没有发现。 很快, 李东回到了他跟林雨柔的房间, 他轻轻打开房门, 走了进去。 林雨柔还在很专注地处理公司的那些文件, 根本就没有发现李东已经出去了一趟。 好了老婆, 天色不早了, 该休息了。 李东来到林雨柔身旁, 双手藏在后面, 一脸神秘兮兮兮的样子。 还有好几份文件, 我需要亲自审核一下。 这些项目都是关于我们新产品成为一类行业标准的, 只要能谈下来, 我们的新产品, 销路肯定就能打开了。 林雨柔头也不回。 这些项目, 对于林氏集团而言, 真的很重要。 因为, 这关乎到林氏集团将来进军国际市场, 可不能怠慢。 不过, 林雨柔突然间好像闻到了什么味道。 他嗅了嗅鼻子, 转头看向李东。 你后面藏了什么? 看到李东双手藏在后面, 林雨柔不由地好奇问道。 他问着, 就站了起来,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一脸惊喜的样子。 他来到李东面前, 想要伸手去抓, 快给我看看, 什么来的? 你先闭上眼睛。 李东挡着他, 依旧是一脸神秘兮兮的样子。 啊! 林雨柔轻咬着嘴唇, 他的美眸中, 有着光芒闪烁。 他想了想, 最后乖乖点了点头, 闭上了眼睛。 好了, 睁开眼睛吧。 片刻之后, 传来了李东的声音。 林雨柔立刻睁开了眼睛, 然后, 在他面前, 出现了一大束火红色的玫瑰花。 红红的, 鲜艳玉滴, 一股淡淡的清香传来, 沁人心脾。 看到这一束红玫瑰花, 林雨柔不由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他美眸里的光, 变得更亮了。 再配上李东那温暖的笑容, 这一刻, 林雨柔感到非常感动。 老婆, 这些花, 送给你。 李东将这一大束红玫瑰花递到林雨柔的面前, 为了赚钱养我, 你辛苦了。 听到这话, 林雨柔的眼眶都红了。 他内心更加感动, 现在他有种想哭的冲动。 从认识李东到现在, 虽然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稳定, 但是, 李东从来都没有送过花给他。 而现在, 李东是第一次送花给他。 林雨柔将玫瑰花接过来, 放在鼻子, 前吻了一下, 一脸雀跃, 真像。 谢谢你, 老公。 说完, 他将这束鲜花小心地放在桌子上, 然后整个人扑到了李东的怀里。 不等李东说话, 林雨柔主动将嘴唇覆盖在了李东的唇上。 主动而热烈。 这一刻, 他恨不得将自己整个人都融入李东的身体里。 李东静静地拥抱着他, 他可以感受到林雨柔心里散发出来的情感。 终于, 两人分开, 林雨柔的泪水从脸颊上滑落下来他直视着李东, 一次一次, 很是认真的样子。 老公,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努力赚钱, 养你一辈子的。 虽然他知道李东的钱已经是一个数字, 但他还是要这样说。 而且, 他也要这样做, 他要证明, 自己是配得上李东的。 呵呵, 我知道一定可以做到的。 李东笑着点头, 他再次将林雨柔拥抱在了怀里。 林氏集团现在的发展, 在国内几乎已经没有了对手。 说势不可挡都不为过, 特别是当林氏集团的新产品出来, 成功制定新的一类行业标准, 林氏集团的发展将会更加迅猛。 现在南方的布局已经彻底成功, 现在林氏集团已经在制定北上的方案了。 到那个时候, 林雨柔将会成为国内更加著名的商业女神, 她将会变得更加优秀。 甚至于, 她会优秀到力压全世界的女人, 优秀到足以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 嗯。 林雨柔轻轻点头, 不过她很快就抬起头来, 问道, 老公, 你为什么突然想起送我花呀? 因为我想起来, 自己还从来没有送过你花呀。 李东笑着道, 咱俩都已经领证了, 我都还没有送过花给你, 想想我这个老公当得挺不够意思的, 而且这段时间你太辛苦了, 我就想着送花给你, 希望能给你一个小小的惊喜。 林雨柔心里甜蜜蜜的, 事实证明, 李东送花给她, 真的让她感到非常惊喜。 老公, 你这么优秀, 我真的很害怕有一天其他的女人把你从我身边抢走。 林雨柔倚靠在李东的胸前, 听着她强而有力的心跳, 轻轻道, 放心吧, 不会的, 我永远都会留在你身边的。 李东笑着道, 谁都抢不走。 林雨柔恩了一声, 突然她八卦的心思上来了, 好奇问道, 老公, 像你这么优秀的男人, 难道这么多年就没有别的女人喜欢你? 这个当然有啊。 李东认真点头, 你可不知道, 当年追我的女人, 那人数都可以组成一个加强团了。 是吗? 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 林雨柔哼道, 那是不可能的。 李东摇头道, 因为我知道,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就在国内, 就在东海, 就在这里, 就是你。 冥冥中, 我知道你在等我, 所以, 我才会从国外回来, 来到你的身边啊。 真的假的呀。 林雨柔心里甜蜜极了, 但还是装作不相信的样子。 当然是真的呀。 李东笑咪咪地道, 我们的姻缘, 那可是上天注定的, 谁都没有办法把我们分开的。 这话落下, 林雨柔心里更加甜蜜了。 这种情话, 从李东的口中说出来, 她永远都听不腻。 越听越想听。 老公, 那么多追你的女孩子, 有没有特别出色的那种? 林雨柔突然问道。 她觉得, 竟然有那么多女人喜欢李东, 其中肯定有很出色的吧林雨柔, 想知道, 其中最出色的, 到底出色到什么程度。 李东想了想, 突然脑海中, 冒出了一个名字。 想起这个名字, 李东的眼睛, 顿时微微瞇了起来。 有。 李东沉声道。 林雨柔顿时一愣, 还真的有。 她是谁啊? 叫什么名字啊? 是做什么的? 林雨柔连续问出了三个问题。 老婆, 你有没有听说过 亚洲商业女神这个名字? 李东没有回答林雨柔的问题, 而是反问了一个问题。 亚洲商业女神? 听到这个问题, 林雨柔一愣, 接着点了点头。 这个名字, 她是听说过的, 事实上, 在她还读大学的时候, 就听说过这个名字了。 那个被称为 亚洲商业女神的女人, 绝对是一个商业奇才, 以一己之力, 称霸整个东南亚, 连国内也占据了不少市场份额。 可以说, 那个女人, 是整个亚洲所有商场女人, 都要仰望的存在。 虽然林雨柔, 现在被称为华职的商业女神。 但是林雨柔很清楚, 自己跟那位亚洲商业女神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 甚至可以说, 不在同一个级别的。 而且林雨柔还知道, 那一位亚洲商业女神, 年纪不会比自己大。 也就是说, 对方在十几岁的时候, 就名扬世界了。 而那个时候, 林雨柔还在学校读书呢。 她叫上官玩, 是上官家族的大小姐, 也是上官集团的掌控者。 李东看着林雨柔, 轻声道, 她还说, 非我不嫁。 这话落下, 林雨柔一脸震惊。 她刚才问李东, 有没有特别优秀的女人喜欢她, 可是林雨柔没有想到, 竟然会优秀到这种地步。 那种传说级别的女人, 竟然还号称, 非李东不嫁。 一下子, 林雨柔就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 哪怕林雨柔已经跟李东领了证, 已经是合法的夫妻了, 但现在林雨柔依旧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面对那种让人敬畏和崇拜的女人, 她怎么跟对方相比? 老公, 我好像比不上她呀。 林雨柔有些委屈地道, 她心中第一次有些害怕。 害怕将来有一天, 李东真的会离开自己, 被别的女人抢走。 谁说的? 李东笑着道, 她双手扶着林雨柔的肩膀, 看着她, 认真道, 你现在是华夏商业女神, 你正在一点一点变得更加优秀, 早晚有一天, 你绝对会超越她的。 超越她? 听到这话, 林雨柔一愣。 说实话, 刚才听到李东说喜欢她的人里面, 竟然有一个这么出色的女人, 林雨柔下意识地就有些自残行贿。 因为那个女人的名声, 太响亮了。 而现在, 李东竟然说她以后会超越对方。 怎么, 你没有信心啊? 李东笑着道, 你想一下, 对方出生在一个超级豪门家族里, 起点就超越了世界99.9%的人。 可以说, 她从小到大所接触的, 都是商业相关的事情, 而你呢, 你才接管林氏集团多久。 按照林氏集团这样的发展速度, 再过几年时间, 你超越她, 并非不可能的。 林雨柔愣愣愣地看着李东, 她, 真的可以超越那个女人, 你还是没信心啊。 李东问道, 如果这样的话, 到时候, 我可就要被别人拐走了。 林雨柔一听到这话, 顿时极了。 才不要, 我有信心, 我不会让你被别人拐走的。 她紧紧地抱着李东的腰, 好像一松开手, 李东就会立刻被别人拐走了一样。 李东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她紧紧抱着林雨柔, 心里想着,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可以把他们分开, 就算是天王老子都不行。 好了, 时候不早了, 我们休息吧。 嗯。 很快, 李东关了灯, 两人躺在床上。 林雨柔唯一在李东的怀里, 又忍不住问道, 老公, 你是怎么跟那个上官网认识的? 听到这话, 李东沉默了一下, 轻声道, 我跟她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我们两家, 是关系很好的世家, 双方的家长, 为我们指父为婚了。 林雨柔顿时愕然, 她怎么也想不到, 那个全世界扬名的优秀女人, 竟然跟李东是, 指父为婚的。 那你们是青梅竹马了, 林雨柔有些吃醋了。 一想到对方跟李东从小一起长大, 她就忍不住极度。 青梅竹马你个头啊。 李东美好气地道, 那时候我们还小, 哪里懂得这些啊, 等我长大一些的时候, 我跟她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那她这么多年, 就没有去找过你, 林雨柔问道。 找过啊? 李东点了点头, 只是, 我没有让她找到我而已, 而且, 我对她并没有男女之情, 在我心里, 只是把她当作妹妹来看待的。 而且, 自从发生了那件事情之后, 上官家也不同意她跟我之间的婚事了。 这些事情, 在我眼里, 已经是过去式了, 就算以后我再遇到她, 最多也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所以, 你就放心好了。 可是, 万一她非要来抢走你呢? 林雨柔还是有些担心。 毕竟对方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 太优秀了。 那么优秀的一个女人, 只要是男人都会动心的呀。 那就要看你以后是不是会变得比她更加优秀了。 李东笑着道, 我一定会变得更加优秀的。 林雨柔眼中, 满是坚定, 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从我身边把你抢走的。 李东感到有些好笑。 这窝头认真起来的样子, 还真是有些可爱啊。 其实,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可以把我永远拴在你的身边啊。 李东嘿嘿笑着道。 什么办法? 林雨柔下意识问道, 我们一起生一个大胖小子就行了呀。 李东的笑声更加邪恶了。 林雨柔的俏脸, 立刻变得通红。 她紧咬着红唇, 轻轻道, 嗯? 这一个恩字, 就像是催情药剂一样, 让李东的呼吸, 一下子急促了起来。 她立刻翻身将林雨柔压在身下。 然后, 房间里, 春光无限。 次日, 林雨柔正常开始上班了。 李东再一次恢复了无所事事的平静生活, 林雨柔忙于工作, 而她, 则是在公司里瞎溜达。 不多时, 李东来到了助理小白面前, 对她伸出了手。 小白正在整理一些文件, 看到一只手伸过来, 不禁一愣。 她一抬头, 就看到李东站在面前, 脸色一苦。 东哥, 我这里没有东西了, 你去别人那里看看, 别废话, 赶紧拿出来啊。 李东微微皱眉, 催促道, 我都看到, 你今天早上把几包薯片放进去了。 小白无奈了。 她只好拉开抽屉, 拿出一包薯片, 递给李东。 这些天林雨柔跟李东不在公司, 她才刚过了几天, 没人抢零食的日子, 没想到好日子这么快就到头了。 行了, 别拉着脸了, 我回头去跟财务说, 涨你工资。 李东笑着道, 谢谢东哥。 小白, 这才没开眼笑起来。 她身为林雨柔的助理, 一个月的工资早就两三万了, 这样的工资, 足以碾压大部分同龄人。 但工资当然是越多越好了, 谁都不会拒绝。 李东打开一包薯片, 转身就走, 一脸满足的样子。 没有什么比拿着一包薯片一边吃, 一边溜达更爽的事情了。 东哥。 看到李东要离开, 小白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不由地开口换道。 李东停下脚步, 转身看着小白。 怎么了? 小白却是欲言又止的样子。 他在纠结, 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李东? 有什么事情就说啊。 李东皱眉。 您还记得, 之前在中海跳楼死掉的那个员工杜小凡吗? 小白小声问道。 李东眼神微微一宁, 点头道, 当然记得。 当初他挑选了一些员工, 前往中海开拓市场, 其中, 有一个员工被逼跳楼, 这件事情, 李东当然不会忘记。 不过, 这件事情, 不是已经处理好了吗? 那个员工的家属, 已经被林氏集团纳入赡养的名单里。 他的弟弟妹妹, 都由林氏集团来扶持读书的。 李东知道, 小白不会无缘无故提起这件事情。 他隐隐猜测, 这其中, 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个。 我。 小白开始吞吞吐吐, 没有继续往下说了。 李东的眉头, 更深了一些。 说啊,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听说, 杜小凡的父母, 最近有人去欺负他们。 小白鼓起了勇气, 认真道。 听说是有一个房地产商, 想要强行去征收他们家的地, 杜小凡父母, 他们不答应。 那些房地产商认识一些道上的人, 说要把他们赶出去, 强行征收他们的房子。 他刚才之所以有些犹豫, 是因为那些道上的人, 听说很可怕的。 而且, 他不太敢让这样的事情, 去麻烦李东。 不过仔细一想, 东哥不会是那样见死不救的人, 他知道了, 肯定会去帮杜小凡的家人的听到这话, 李东的脸色, 一下子阴沉了下来。 对于那个跳楼而死的员工, 不但林语柔感到内疚, 李东也对其感到非常内疚的。 可以说, 当初如果不是他挑选了对方, 去中海开拓市场, 那么, 他也就不会被逼迫跳楼了。 那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 而且那么年轻, 就这么永远消失了。 留下了家中老人, 失去亲人的痛苦, 永远陪伴着他们。 哪怕林氏集团已经赡养了他们, 但是, 这样的弥补, 依旧是不够的。 现在, 竟然听说, 有人在欺负那个跳楼员工的家属, 李东直接就怒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李东沉声问道。 看到李东脸色充满了怒火, 小白被吓了一跳。 他连忙道,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所以现在, 见到东哥您, 就立刻跟您说了。 行, 这件事情我会解决的。 李东点了点头, 大胯不离开。 听到李东这话, 小白顿时松了口气。 他知道, 只要李东出手, 那么这件事情, 就一定可以解决了。 李东打电话, 跟林语柔简单说明了一下情况, 他直接一个电话, 召集了赵山河, 刀疤, 以及众多兄弟。 再然后, 直奔杜小凡的家。 那个员工, 是为了林氏集团的建设, 而献出了自己的性命, 他是林氏集团的工臣。 而现在, 有人胆敢欺负工臣的家属, 李东第一个不答应。 他倒是要看看, 到底是谁的胆子, 敢在他的地盘上, 做这种事。 此时, 杜小凡的家里, 他的父亲杜阳, 正扶着老伴, 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旁边的一个波及里面, 晒着昨天刚刚做好的地瓜干。 你晒好了, 就给小慧寄过去, 他从小就喜欢吃的。 杜小凡的母亲, 坐在椅子上。 那丫头, 过年去学校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你问问他, 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 他口中的小慧, 是杜小凡的妹妹杜小慧。 自从杜小凡死了之后, 两个老人就只剩下一个女儿了。 现在, 他们将所有的爱, 都倾注到了杜小慧的身上。 问啥呀, 孩子在学校读书, 他还去外面兼职当辅导老师, 肯定会很忙的, 有时间他一定会回来的, 你老师问什么呀? 杜洋含糊着, 不想多说什么。 之前临时集团承诺过, 只要杜小慧愿意, 随时都可以进临时集团里工作的。 但杜小慧却拒绝了。 说他最想要做的, 是当一名老师, 所以拒绝了临时集团的邀请。 不过他现在的学费以及生活费, 都是临时集团赞助, 包括两个老人的生活费, 以及一切费用, 都是临时集团负担。 所以, 杜小凡的家里, 生活条件是可以的。 按道理来说, 杜小慧在外面读书, 根本就不用去外面兼职当老师的。 但杜小慧却坚持要这么做, 别人也无可奈何。 只是可怜了两个老人在家里每天期盼着, 期盼着唯一的女儿能抽空回家看看。 他们干兼职当辅导老师。 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听起来阴阳怪气的。 杜阳, 你就别骗你老伴了, 村子里谁不知道, 你儿子是在外面干一些玩命的勾当, 才会被仇家逼得跳楼, 我看。 你女儿, 肯定也在外面干那些不干不净的事情了。 你胡说什么? 杜阳一听就急了, 转头看向走过来的人。 我儿子才不是那样的人, 他以前是在临时集团工作的, 是遵纪守法的好员工, 我女儿更不会去干什么不干不净的事情, 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胡说? 哼哼, 我可没有胡说, 难道你不知道, 现在的临时集团, 就是以前的赵氏集团吗? 来人冷笑道, 赵山河你听说过吧, 那可是道上的大哥级人物, 你以为那个集团公司, 为什么能做这么大, 还不是因为赵山河, 做一些见不得光的生意? 我可是听说, 你儿子跟了那个集团公司的一个大哥, 你说, 他不是干坏事, 才被逼得跳楼, 那是什么? 还有你女儿, 现在跟那个集团公司的人接触, 也走上你儿子那条路了, 哈哈, 恐怕用不了多久, 你女儿也要被逼得跳楼死掉了。 到时候, 你们家就剩你们两个了, 多可怜。 现在, 我们村子的名声, 就是被你们儿子给毁掉了。 这些话, 像是一把刀子一样, 狠狠地扎进了杜阳老两口的心中。 杜阳一脸愤怒, 你, 你给我闭嘴。 几个人走进院子里, 一脸不屑, 满脸讥讽地看着杜阳夫妇, 丝毫没有理会杜阳夫妇已经气得发红的眼睛。 以前杜小凡还在的时候, 他们还有些忌惮杜阳一家, 毕竟, 杜小凡在林氏集团工作。 但现在呢, 杜小凡死了。 所以, 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来欺负这老两口了。 只见, 他们走过去, 随手拿起正在晒的地瓜干, 就往嘴里塞。 你们别动, 这是给我女儿吃的。 杜阳忍不住怒吼了起来。 这些地瓜干, 他们夫妻俩都舍不得吃, 准备寄过去给杜小慧的, 这些不速之客, 竟然随便就拿起来吃了。 呸呸呸。 为首的人, 顿时将嘴里的地瓜干吐在地上, 一脸嫌弃。 这么难吃的东西, 你以为我爱吃啊, 你以为老子想来你们家, 要不是为了你们家这块地, 你们这个破地方, 请我来都不来。 他眯起了眼睛, 冷哼道。 考虑清楚了没有, 这么破的房子, 留着又有什么用, 还不如乖乖听我们的话拆掉, 到时候就可以那一笔钱, 找个养老院去安度晚年好了。 反正杜小凡那个短命鬼已经死了, 你们那个女儿就算以后不死, 那也是嫁出去的赔钱货而已。 他这些话, 真的太毒了。 杜阳夫妇听了, 气得身体都在发抖。 他们当然知道, 他们的这块地, 被一个房地产商看上了, 想要把他们的地买下来, 盖一个什么度假山庄。 要不是对方看上了这块地, 这些人绝对不会三天两头来他们这里。 而对于杜阳他们来说, 他们的家在这里, 他们的根在这里, 又怎么可能答应卖掉? 你们给我滚, 我不会答应你们的。 杜阳怒吼道, 双眼圆瞪。 这个房子, 是我祖祖辈辈留下来的, 你们谁都别想抢走。 都给我滚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们。 嘿,老东西, 我说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为首那人大声吼道, 他直接一脚将那些晒好的地瓜干 全部踢翻在地。 混蛋,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呀? 杜阳的老伴看到这一幕, 顿时急了。 他连忙从椅子上起来, 蹲下身体, 伸出双手, 去捡地上的那些地瓜干。 他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你们干什么, 要这样欺负人啊? 这些地瓜干, 是他小心翼翼煮好, 切好, 花了好多心思, 要给女儿寄过去的。 这些人, 为什么要这样欺负他们啊? 他们老两口, 一辈子坏事没做过, 如今没有了儿子, 人生已经很痛苦了。 现在就剩下一个女儿, 她将心里的爱, 全部都倾注在女儿的身上。 可是现在这些人, 却要这样对待他们。 杜阳更是急眼了。 他忍无可忍, 直接冲过去, 你们都给我滚, 滚啊。 他。 其中一人上前一步, 突然一巴掌抽在了杜阳的脸上。 他们现在没有耐心了, 因为他们已经来了很多次, 但杜阳都不松口, 说起来, 他们已经算是客气了。 而且, 也给了一个不错的价格, 给杜阳夫妇。 可是, 这老两口, 居然敬酒不吃吃罚酒, 这样的破房子, 死活不肯卖。 那个为首的人, 更是上前一脚踢在了杜阳的肚子上, 把他踢翻在地。 混账东西, 你还想着, 站着这块地等拆迁不成, 老东西, 我告诉你, 你做梦, 今天这块地, 你不卖也要卖。 你儿子已经死了, 留着这块地, 还有什么用, 别他妈的给脸不要脸。 说着他一挥手, 其他人顿时冲上去, 围着杜阳, 开始拳打脚踢。 杜阳年纪已经大了, 根本不是这些年轻人的对手, 被打得痛苦惨叫起来。 别打了, 别打了。 杜阳的老伴大声哭喊着, 来人啊, 救命啊, 快来人救救我老伴啊。 远处的几个邻居一听到呼救声, 立刻就想要冲过来救人。 毕竟, 大家都是邻居, 这么多年了, 自然是有感情的。 他们要是不帮忙, 杜阳老两口就要被打死了。 但是, 那个带头男人怒吼一声, 直接捡起地上的一根棍子, 恶狠狠地指着那几个邻居。 都他娘的给我站住, 谁赶过来的话, 老子打断他的腿。 他一声爆喝, 竟然有几分气势, 加上他凶狠的样子, 立刻就让那几个邻居停了下来。 没办法。 这些邻居, 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根本惹不起这些恶霸啊, 他们虽然想帮助杜阳, 但是也不想自己被打断腿啊。 看到他们被吓到了, 为首那人冷笑一声, 满脸不屑, 一群废物。 他走过去, 用脚踩住杜阳的胸膛, 恶狠狠地道。 老东西, 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你儿子已经死了, 你这个破房子, 自己留着也没什么用。 现在, 我在最后问你一次, 你到底卖不卖, 要是你不答应的话, 信不信我们去找你女儿谈谈。 听到这话, 杜阳立刻疯狂了。 他怒声吼道, 你敢去找我女儿, 我跟你拼命。 他们的儿子杜小凡已经死了, 现在剩下的女儿杜小慧, 就是他们的命根子。 为了孩子, 他真的会跟这些人拼命的。 所以啊, 你们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你们的女儿考虑一下啊。 为首那人冷笑道, 只要你们乖乖签了合同, 把这块地卖掉, 这件事情不就皆大欢喜了? 你放心, 只要你同意卖掉房子, 我们绝对不会去找你女儿的, 不然的话, 我敢保证, 你们的女儿, 就再也回不来了。 杜阳心如死灰。 不得不说, 对方这样的威胁, 是他最害怕的。 而就在这时, 你他妈的, 有种再说一句。 一道声音骤然响了起来, 声音如同雷霆一般洪亮。 这一道声音, 吓了那些人一跳, 众人顺着声音看去。 然后, 就看到一群人走了过来, 刀疤的毛子里, 释放出了极度的怒火, 几乎要将这些人活活烧死。 他没有想到, 杜小凡的家人, 竟然会被人这样欺负。 远远的, 就看到有人, 在对老人动手动脚, 刀疤都快要气炸了。 杜小凡是为了林氏集团的, 建设发展而死。 所以, 在刀疤他们的心中, 杜小凡是林氏集团的英雄。 对待英雄的家属, 他们向来都是非常尊敬的。 本来以为, 东海的治安已经非常好, 杜小凡的家人, 应该会过上非常好的生活。 但却没想到, 在东海境内, 还会遭受到这样的欺负。 这简直就是, 在打他们的脸啊。 因为李东吩咐过, 要让东海打造成一座没有罪恶的城市, 但现在, 连杜小凡的家人被这样欺负, 他们都不知道, 要不是李东主动叫人, 刀疤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所以, 刀疤他们对那些人的怒火, 更加汹涌了。 刀疤怒吼出那句话的时候, 就直接吵着那些人冲了过去。 看起来, 就像是一头猛虎一般。 他眼神里的杀气, 犹如沸腾的狂潮。 你他妈的谁? 啊! 为首那人, 话都还没有说完, 整个人就到飞了出去。 却是被刀疤一拳打在了他的下巴上。 咔嚓一声, 那人的下巴, 直接就歪了。 刀疤现在可是半步宗师级别的强者, 对付一个这种普通的恶霸混混, 简直就是大象碾压蚂蚁一样。 那人摔倒在地, 惨叫着, 鲜血不断地从嘴里流淌出来。 啊! 他指着刀疤, 怒吼道, 兄弟们, 给我上, 弄死他。 卧槽, 敢打我们大哥, 你找死。 其他几个人一看, 顿时怒了。 在这一带, 他们就是地头蛇, 还从来就没有人胆敢对他们出手。 看到刀疤一出手, 就打了他们的大哥, 他们纷纷捡起了地上的棍子, 朝着刀疤冲去。 去死吧! 一人手持棍子, 冲着刀疤的脑袋直接砸了下来。 那根棍子看起来非常结实, 而且不小, 要是被打中的话, 估计直接就要被开瓢, 甚至会打死人的。 这人, 竟然想要刀疤的命。 然而, 刀疤却丝毫没有躲闪, 他冷笑一声, 直接抬起手。 咔嚓! 他毫不费力地握住了那根砸落下来的棍子, 然后狠狠地用力。 那根棍子, 竟然直接被他给捏断了。 那个手持棍子的人都猛了, 他呆呆地看着刀疤, 眼前这一幕, 对他的震撼太大了。 直接捏断这么结实的棍子, 这还是人吗? 他看着刀疤那双足以杀死他的眼神, 心中不禁泛起了一阵阵恐惧。 因为刀疤的眼神, 太可怕了。 对于他们这种普通人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魔鬼。 刀疤没有丝毫废话, 直接一脚将其踹飞。 接着, 刀疤怒吼一声, 像是一头发怒的狮子一样, 冲进了羊群里。 伴随着几道惨叫声, 那些人, 全部都被刀疤打翻在地。 这还是刀疤克制了自己的力量, 要是他全力出手的话, 这些人, 恐怕第一时间就被他给打死了。 半步宗师的实力, 对于普通人来说, 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那几个人倒在地上, 惨叫连连, 一脸惊恐地看着刀疤, 以及后面缓缓走来的李东等人。 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 竟然敢这样打他们。 要知道, 他们这些人, 在附近的几个村子, 那可是真正的恶霸存在。 甚至于在整个镇上, 都是没人敢轻易招惹的恶霸呀。 你们! 你们! 杜阳从地上爬了起来, 看到李东等人之后, 顿时一愣。 接着, 他认出了李东, 连忙走过去, 李先生。 老伴, 是李先生, 他们来了。 对于李东, 他们并不算是陌生了。 因为杜小凡的追悼会上, 李东是亲自出场的, 并且, 他还跟杜阳他们夫妇聊过, 所以, 在老两口的心中, 早就记住了李东。 当然, 他们记住的, 还有林语柔。 哎呀, 真的是李先生啊! 杜小凡的母亲, 也将李东认了出来, 急忙忙迎了过来。 在他们心中, 像李东这么高高在上的人, 却对他们这些社会底层的人那么好。 真的太难得了。 他们打从心底里, 喜欢李东。 而且, 林氏集团现在已经成为了整个东海人民的骄傲。 不知道养活了多少家庭。 虽然他们的儿子杜小凡死了, 可是, 他们要知道, 这样是怪不到李东身上的。 只能说, 那都是命。 他们是民事里的人, 知道李东跟林语柔是真正带着林氏集团为东海人民做实事的好人。 对于这样的好人, 他们当然真诚以待哀, 叔叔阿姨, 我来看你们了。 李东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迎了上去。 还有, 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以后不能叫我李先生的, 直接叫我小冬就行了, 你们再这样叫我, 我可要生气了呀。 哎, 好, 好。 杜阳连忙道, 那个, 小冬啊, 还有各位, 你们快进来吧。 对不起啊, 叔叔阿姨, 现在才来看望你们。 李东笑着道, 他说着, 冲着刀疤摆了白手。 刀疤立刻会议, 几个人上前, 直接捂着那几个恶霸的嘴巴, 把他们直接拖了出去。 李东等人走进了院子里, 然后李东看到了地面上的那些地瓜干。 呀, 这些地瓜干, 是叔叔阿姨你们自己做的吗? 是啊, 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想寄过去一点给女儿吃。 杜阳连连点头,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呢, 我尝尝。 说着, 李东捡起了一块, 就要往嘴里塞。 见状, 杜阳的老伴赶紧来阻拦。 别吃别吃, 这些地瓜干被他们踢在地上, 都脏了, 你要是想吃的话, 屋子里还有一些干净的。 他的话还没说完, 李东就塞进嘴里吃了起来。 没事, 一点都不脏。 李东笑着道, 嗯, 很香甜呢, 用来煲糖水的话, 肯定更加好吃的。 是吗? 看到李东一脸满足的样子, 杜阳笑着道, 你要是喜欢吃, 等会儿走的时候, 拿一些袋上。 哈哈,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李东笑着道, 然后他走过去握着杜阳老伴的手, 来, 阿姨, 我扶你进屋。 老头子你别愣着呀, 小冬他们难得过来一趟, 你快去做饭啊。 好嘞。 杜阳赶紧应道, 然后去准备吃的了。 李东扶着杜小凡母亲走进屋子坐下, 然后亲自帮他揉捏一下肩膀, 阿姨, 我帮你按摩一下吧。 不行, 那怎么行呢, 你快坐着休息一下, 不用跟我按摩的。 老人连忙拒绝。 在他看来, 像李东这种大人物, 帮他按摩, 那怎么可以, 没事。 李东不由分说, 按着他在椅子上坐好, 开始按摩起来。 他的按摩技术那可是真正的宗师级别, 不一会儿, 杜小凡母亲就感觉自己浑身舒服。 怎么样阿姨, 我这按摩手法还可以吧? 李东笑着问。 可以, 太可以了。 杜小凡母亲连连点头, 没想到你还会按摩呀。 哈哈, 这都是我以前空闲的时候学了一点。 李东笑着道, 阿姨要是觉得舒服的话, 那我以后经常来帮你按一下。 不用不用。 杜小凡母亲连忙道, 你工作那么忙, 用不着经常专门来看我的, 那样会耽误你的工作的。 没事。 李东笑着道, 杜小凡母亲伸手握住李东的手, 轻轻拍了拍。 你真是一个好孩子啊, 我家小凡能结识到你们这些朋友, 真是他的福分, 只可惜他命不好说着, 他的眼眶又红了。 阿姨您不要伤心。 李东轻声道, 小凡是我们的兄弟, 他的父母, 就是我们的父母, 如果阿姨您不介意的话, 以后, 我们这些人, 都是您的儿子, 你跟叔叔, 都是我们的爸妈。 弟兄们, 你们说是不是啊? 对, 阿姨, 以后您跟叔叔, 就是我们的爸妈了。 赵山河带头, 大声道。 好好好。 杜小凡母亲非常感动, 眼泪都出来了。 在隔壁厨房准备饭菜的杜阳, 听到这番话, 也不禁感动得眼眶通红。 李东又跟杜小凡母亲说了一会儿话, 然后他让赵山河他们陪老人家说话, 他则是走了出去。 来到院子外面, 刀疤他们正用脚踩着刚才那几个来闹事的人。 你们,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在这片地方, 你们动我, 那就是在找死。 那个为首的人恶狠狠地道。 啪! 李东面无表情, 直接抓住他的衣领, 把他从地上提了起来。 接着, 李东反手就是一巴掌, 直接将这人的牙齿都抽飞出去两颗。 他们两个老人家, 也是你敢欺负的, 谁给你的胆子? 李东的声音, 一片冰冷。 他的眼神, 更是如冰窖一般, 让那几人不敢对视。 太可怕了。 带头那人, 嘴角还有血水, 含糊道, 我老板是曹良, 这片地区都是他说了算, 你知道得罪他是什么后果吗? 啪! 然而, 回应他的, 却是李东的一巴掌。 这一巴掌的力量可不小, 直接将这人的下巴都抽歪了。 他说了算, 这整个东海, 整个天行省, 都是我说了算。 让你们老板半个小时之内过来见我, 迟到一秒钟, 神仙都就不了他。 李东没有多说一句废话, 他们刚才用哪只手哪只脚 打了杜阳叔叔, 都给我全部卸下来。 是, 大哥。 刀疤硬道, 然后, 一挥手, 把他们的手脚都给我卸下来。 几个弟兄, 顿时将那几个人拖到远一点的地方, 将他们的手脚都卸了下来。 啊! 一道道惨叫声传来, 像是杀猪一样。 听到这些惨叫声, 李东面无表情。 这些人, 竟然敢这样欺负杜阳他们, 李东不下令将他们直接弄死, 就已经是心词手软了。 几乎同一时间, 这个县城的一家房地产公司里, 这是一栋十几层的高楼, 这家公司的老总办公室, 更是足足有300平方左右。 在一侧, 更是有室内温泉泳池, 可以一边办公, 一边休闲放松。 此时一个光头男子, 正泡在温泉池子里, 身边有一个好像水蛇一样的漂亮女人, 正在取悦着她。 这个度假山庄的项目, 要是做成了, 起码有五个亿的利润啊。 曹亮一脸兴奋, 五个亿啊, 果然度假山庄的前景还是非常大的。 宝贝, 你能想象得到吗? 我想象不到, 但是我知道曹总你的前景很大, 非常大女人咯咯笑着, 眉眼如丝的样子, 非常诱人。 曹总深深吸了口气, 连忙抓住女人的手, 不让她乱动。 没办法, 她现在又有些蠢蠢欲动了, 但关键是, 她刚才已经跟这个女人来过两次了, 再继续下去, 她今天啥都做不了了。 身体要紧, 要节制一点才行。 好了好了, 不要弄了, 休息一下。 曹亮连忙道, 泡泡温泉就好了, 明天, 我们再继续。 女人停了下来, 捂着嘴咯咯笑了起来, 花枝招展。 不过曹总你刚才说的没错, 度假山庄的前景的确是不错的, 那一块地我也去看过, 真的很不错。 女人笑着道, 山清水秀, 环境很好, 空气也很好, 要是把那里开发成了度假山庄, 肯定可以吸引很多游客的, 五个亿, 妥妥的了。 最好是这样咯, 不过那些村民, 好像都不愿意卖掉他们的地呀。 曹亮皱起了眉头, 冷哼道。 对于他们, 我已经算是很客气了, 给他们的价格也不低了, 也是我现在年纪上来了, 不想做得太绝, 不然的话, 那些村民能拿几个钱? 那块地, 我是势在必得的, 不管用什么手段。 那些村民最好识相一点, 要是把老子人怒了, 有他们好看的。 在他眼里, 能给点钱, 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他现在也是年纪大了, 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 换作是他年轻的那会儿, 那些村民都没有好下场。 还想要钱? 恐怕连命都没有了。 曹亮能混到今天, 绝对不是什么善茶。 他十几年前就开始做房地产, 而那个时候, 这个行业可是非常混乱的。 你要是不够狠, 不够凶的话, 根本不可能赚钱。 现在虽然环境改变了很多, 他也收敛了很多, 但一些老手段, 他可没有彻底抛弃的。 叮铃铃。 正说着话, 旁边的手机响了起来。 女人把手机拿过来递给曹亮, 曹亮一看号码, 顿时笑了起来。 我看, 最后的一根钉子, 应该拔掉了。 他接通了电话, 淡淡道, 怎么样, 那两个老东西同意了没有? 他们要是懂事的话, 就应该拿着钱去找个养老院。 要是耽误了我的生意, 老子弄死他们。 曹总, 不好了, 出事了。 电话那边, 传来了一道着急的声音, 我派去的几个人, 都被人打断了手脚, 说是那两个老东西的家里, 来了十几个人, 是他们死鬼儿子的朋友。 听到这话, 曹良的脸色微微一变。 你说什么? 就是那个杜小凡, 他生前的朋友来了他家, 而且那些人都是狠人, 一出手, 就把我派去的兄弟给打断了手脚, 而且他们还说, 让您半个小时之内去见他, 不然的话, 神仙都救不了您。 这番话, 却是让曹良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满脸不屑, 让自己半个小时之内去见他, 否则神仙都救不了自己, 这简直就是天大的玩笑, 可笑至极。 曹良自认为, 自己是整个县城最大的道上人物, 他混地下圈子的时候, 那两个老东西的儿子, 还在穿开当裤呢? 那两个老东西的儿子的朋友, 还真以为, 自己是什么大人物了? 他自然不会将这样的威胁 放在心上。 哼, 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东西。 曹良大怒, 大喝道, 这么批大点的事情, 你还要打电话给我, 既然他们给脸不要脸, 那就把他们全都处理了。 要是他们还要阻拦, 那就全部弄死他们。 曹总, 少废话, 这件事情你要是办不了, 那你以后就不用混了, 老子换一个人去办这件事。 说完, 曹良直接挂断了电话。 他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区区一点威胁, 根本不会让他在意。 更何况, 还是这种小角色了, 这样的威胁, 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也不去打听, 打听他曹良是什么人, 什么阿猫阿狗, 都敢来威胁了。 真是不知死活。 哇, 曹总, 你刚才的样子好霸道啊, 我好喜欢, 好崇拜你哦。 那个女人摇晃着身子, 在他身上扭动着, 那故意的接触, 让曹良差点又忍不住了。 哼, 真是一群废物东西, 这点小事都办不了, 老子年轻的时候, 这种人, 我一天都要弄死十几个。 曹良将女人拉到怀里, 上下其手。 既然软得不行, 那就来硬的, 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还想出来混, 废物。 说完, 他不再理会, 这种小事情, 根本不足以让他放在心上。 而此时另外一边, 一个废弃的工地里, 一个黄毛大汉将电话放下来。 他的眼神, 有些阴晴不定。 刚才, 就是, 他在跟曹良打电话, 去杜小凡父母那里闹事的人, 也是他派过去的。 刚刚曹良的话, 他很清楚, 这件事情要是办不好, 他也就彻底玩完了。 根本没有机会, 继续在这里混下去了。 因为他很清楚, 曹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方是说到做到的。 黄毛大汉转身看了一眼, 地面上躺着几个人。 这几个人, 都是被刀疤卸掉手脚的人。 黄毛大汉看着他们, 沉声问道, 他们有多少人? 十来个左右。 一群废物。 黄毛大汉破口大骂, 就十来个人, 就把你们吓成这样, 我他娘的, 还以为对方有几百个人呢? 你们当时, 就不会叫弟兄们过去支援吗? 这些家伙, 竟然让自己在曹良大老板面前丢了人, 他恨不得抽这些人几巴掌泄粉。 不过看到这些家伙被卸掉手脚, 已经很惨了, 所以, 他硬生生忍住了这种冲动, 毕竟他们都是因为去完成自己交代的任务, 才会被打成这样的, 他要是, 还出手打他们, 那手底下的人, 会寒心的。 鲍哥, 那些人都不是普通人啊, 他们都是恋家子, 很厉害的。 那几个人回想起被刀疤支配的恐惧, 身体都在瑟瑟发抖。 特别是想起李东的眼神, 让他们更加恐惧, 有种心脏要跳出身体的感觉。 太可怕了。 废物, 老子跟你们说过, 干我们这行的, 第一胆子就是要大, 你们竟然被十来个人吓破了胆子, 以后还跟我混个屁。 黄毛男人大声吼道, 这点事情都处理不好, 以后滚回家种田得了。 听到这话, 大家都不敢出声反驳。 没办法, 黄毛男人是他们的老大, 而且, 他们看得出来老大很生气, 这个时候出声, 那时自找没去。 黄毛男人冷哼道, 走, 开挖机过去, 直接把房子推了, 到时候再赔偿就好了, 就说是不小心, 我看他们能怎么样。 还有那几个敢动手的, 哼, 老子要打断他们的腿。 这是他经过仔细思考得到的方案。 先斩后奏。 先是将房子推了, 到时候, 最多就赔点钱。 而且, 给多少还要看他的心情, 还要不要。 他可是恶霸, 扯皮耍无赖这种把戏, 对于他们来说, 那是哪首好戏啊? 他就不信了, 不就是两个老不死吗? 还耗得过他们, 黄毛一声令下, 立刻带着三十几个弟兄朝着杜小凡的家赶去。 那几个被打断腿的人, 他们张了张嘴, 想要提醒一下黄毛他们对方很厉害的。 但是, 他们张了张嘴, 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因为他们很清楚, 这个时候, 要是再说什么丧气话, 黄毛男人恐怕会直接弄死他们。 他们太清楚, 自家老大的很辣了。 这个时候, 杜小凡的家? 经过了解, 李东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这个房子, 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 这是我们的根啊, 我们根本就不想卖掉。 杜杨叹息道, 而且, 就算我们搬走, 我们能去哪里, 就他们给的那点钱, 去养老院也不够啊, 更别说去外面重新买一套房了。 院子里, 周围的几个邻居也过来了, 他们同样一脸无奈。 杜老哥说得没错啊, 那点钱真的是不够的, 别说买房了, 就连卫生间都买不起。 而且, 我们在这里居住了一辈子, 就算去了其他地方, 也住不惯的, 而且城里的消费高, 连一个说话的邻居都没有, 那种生活, 我们真的不想要啊。 可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那些恶霸, 是县城里有名的狠人, 我们要是不同意, 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我们怕爱啊, 怕他们发狠了, 把我们全家都弄死。 听着这些话, 李东的心中, 怒火翻涌。 他没有想到, 在东海里, 竟然还有这种事情发生。 李东曾经说过, 要将东海的治安治理成全国第一, 没有犯罪的事情发生, 不会有欺负百姓的事情发生。 但现在, 却真是发生了。 这让他心中很生气, 没想到, 竟然还有人把他的话当作耳边疯。 各位叔叔阿姨, 你们放心好了, 你们不想走, 就没人能逼得了你们。 李东陈生道, 这样的事情, 在他眼中, 其实只是小事而已。 都不用他亲自出手, 只要一句话, 就可以轻易摆平。 不过, 既然自己都来了, 那么, 这件事, 他就要亲自解决。 可是, 我听说, 那个曹良很有料的, 传闻他黑白两道通吃, 是真正的大哥级人物, 人脉很广的, 跟他作对, 没有好下场的。 有人担心不已, 我觉得, 你们还是不要插手这件事情了, 还是赶紧离开吧。 是啊是啊, 他们只是要地而已, 我们只要把地卖给他们, 他们就不敢对我们下手了, 但是你们这些人, 他们是肆无忌惮的。 是啊, 我也这么觉得, 我们不想因为自己的事情, 连累到你们啊。 听着这些话, 李东面无表情。 杜小凡已经死了, 因为林氏集团的发展建设, 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他要是连杜小凡的父母都保护不了, 那他才是真正对不起杜小凡, 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不等李东说话, 突然, 外面传来了一阵阵巨大的轰鸣声。 几个邻居听到声音, 脸色大变。 他们冲出去一看, 就看到几台挖掘机开了过来, 要强行推倒大家的房子, 一时间, 邻居们的眼睛都急红了。 住手, 住手啊! 他们冲过去, 要去阻拦那些挖掘机。 可是, 那些挖掘机, 却丝毫没有停下来。 不许停, 都给我推了, 出了什么事情, 老子来负责。 黄毛男人哈哈狂笑着。 他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先斩后奏。 甚至他都认为, 一开始就应该这样做才对。 毕竟, 对方的房子都没有了, 这些老不死, 还能有什么选择? 只能乖乖拿着钱滚蛋了。 这种做法虽然不人道, 但是很好使啊。 黄毛男人根本就不在乎名声, 对他来说, 只要事情办妥, 有钱拿就行了。 推, 全都给我推了。 黄毛男人大声喊着, 同时, 他盯着从屋子里走出来的李东等人, 脸上满是挑衅。 等他指挥着挖掘机, 将这些房子都推平了, 到时候再来收拾李东他们。 敢打断自己兄弟的手脚, 不知死活。 眼看着挖掘机, 不顾那些村民的阻拦, 要强行冲过去推平房子。 李东的眼神, 一下子冰冷了下来。 刀疤, 山河。 他轻贺一声。 顿时, 赵山河, 刀疤两人, 仿佛两头愤怒的狼一样, 瞬间冲了出去。 速度快到了极点。 他们直接冲到了挖掘机面前, 猛地一跳。 而且一跳, 就跳到了挖掘机上面, 扒开了机箱, 将挖掘机的线路扯断了。 没有了线路的供电, 挖掘机瞬间就停了下来, 开不动了短短不到一分钟的瞬间。 赵山河跟刀疤他们两个, 就将三台挖掘机停下。 就连上面的操作员, 都被他们直接从挖掘机上丢了下来。 你们这些狗东西, 真是找死。 黄猫男人看到这一幕, 怒吼道, 就算你们这些人, 打断了我那几个兄弟的手脚。 他是真的愤怒到了极点。 这些人, 不但打断了他之前, 派来的几个弟兄的手脚, 现在竟然还毁掉了他带来的三台挖掘机。 黄猫男人大吼一声, 都把他们给我围起来。 话落, 身后的三十几号人全都冲了上来, 一个个凶神恶煞的, 看起来很是吓人。 但, 这样的狠人, 在刀疤他们的眼中, 却跟蝼蚁没什么区别。 论地下圈子的地位, 这些人加起来, 别说跟赵山河刀疤相比了。 可以说, 李东这边随便拉一个兄弟出来, 论地下圈子的地位, 都要碾压黄猫男人他们所有人。 那几个村民看到这一幕, 吓得脸色发白。 他们根本就不敢过去, 没办法, 黄猫男人他们太可怕了, 他们要是过去, 真的会被打断腿的。 这期继续讲战神第五十七篇, 你们快走吧, 这些家伙狠狠毒的, 都不是什么好人, 别连累到你们了呀。 是啊, 快走啊, 现在还来得及, 他们不敢轻易对我们本地人下毒手, 但你们, 他们真的敢的。 几个邻居连忙对李东他们压低了声音, 劝他们离开。 就连杜阳夫妇, 也担心不已。 杜阳快步走到李东面前。 小东, 你们快走吧, 他们真的不是好人, 真的会伤害你们的, 我们拦不住他们的。 不要因为我们的事情, 让你们惹祸上身啊。 在他们眼里, 李东他们都是好人。 好人不应该被牵连, 不应该惹祸上身, 不应该被坏人欺负的。 他们都不希望李东等人出事。 但, 李东却摇了摇头。 他盯着那个黄毛男人, 脸色阴沉了下来, 你就是那个曹良。 哼, 老子不是, 曹良是我老板, 就是你想见我们老板。 黄毛大汉冷笑一声, 真是笑话,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就凭你们, 也有资格见我们老板。 我还以为是什么过江猛龙呢? 他盯着李东, 嘿嘿一笑, 阴阳怪气地道。 没想到, 是一个小白脸, 带着一群愣头青啊, 老子告诉你们, 不管你们是什么人, 也不管你们是什么来头, 都给我老实点。 在这里, 老子说了算。 说着他一挥手, 身后带来的三十来个兄弟, 就要挥舞着棍棒冲上去。 没办法, 主要是李东看起来太帅气, 气质太好了。 一点都不像是道上混的人。 所以, 黄毛大汉直接将李东他们, 当作是社会上的一般人看待了。 而这样的人, 在他心中, 算个屁, 看到这一幕, 杜阳等人顿时紧张起来。 杜阳更是直接冲到李东面前挡着。 他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李东, 因为他们家的事情, 而受到伤害。 那样的话, 他良心会一辈子不安的。 不过, 李东丝毫不担心, 脸色依旧平静, 站在那里没有躲闪。 他之前说过了, 要那个曹良在半个小时之后过来给自己道歉, 现在看来, 自己说的话, 对方是没有放在心上啊。 在东海, 竟然有人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不得不说, 那个曹良, 胆子不是一般的大。 把他们的手脚, 也给我卸了。 李东忽然开口, 声音平静。 是, 大哥。 赵山河跟刀疤应了一声, 这一次, 不单单他们两个动手, 带来的其他弟兄们, 也出手了。 像是一群盯上了猎物的狼群。 砰砰砰。 本身这些恶霸过来欺负杜小凡的家人, 就已经让赵山河跟刀疤他们, 憋了一肚子气了。 现在, 总算有地方发泄了所以, 一出手, 毫不留情。 他们像是狼群冲入了羊群里, 不到一分钟, 那三十几个混混, 全部被打翻在地。 他们的手脚, 全部都被打断了。 嗷嗷。 那些人全部躺在地上, 每个人的脸上, 都充斥着痛苦跟惊恐。 每个人都在抽搐, 毕竟, 手脚被打断的疼痛, 平常人根本难以忍受 将这些人全部打翻在地。 但刀疤他们, 依旧意犹未尽, 没办法, 这些人, 太弱了。 别说是他们所有人了, 就算他们随便一个弟兄出手, 都可以将这些人全部打倒。 双方根本就不是一个 等级的存在。 而杜扬他们, 则是看呆了。 他们不知道, 李东带来的这些人, 竟然这么厉害。 刚才的一幕, 就像是看电影一样, 三两下, 不到一分钟, 那三十几个混混, 就全部被打断了手脚。 你, 你吗? 黄毛大汉的脸色, 变了。 本来, 他以为自己带来的人, 会轻松, 将对方打趴下。 但现在, 竟然被对方打翻了, 而且用了不到一分钟。 这时候, 他才终于想起来, 之前被打断手脚的那几个小弟, 说那些人很可怕, 是恋家子。 这哪里是什么恋家子, 这简直就不是人啊。 要知道, 他带来的三十几个弟兄, 个个都是干架的好手啊。 平时不说, 以一敌十, 以一敌三, 还是可以做到的。 但在对方那些人的手中, 弱得就像是蚂蚁一样。 黄毛大汉, 双腿不断地颤抖着, 他张了张嘴, 只觉得自己的喉咙一阵发干, 话都说不出来了。 赵山和他们, 打断了那些人的手脚之后, 再次回到李东身边。 而刀疤, 则是, 朝着那个黄毛大汉走去。 看到刀疤走来, 黄毛大汉终于反应了过来。 扑通。 他一句狠话都不敢说, 直接跪在了地上。 一张脸已经变成了苍白, 痘大的汗水, 不断地从额头上滚落下来。 这一幕, 对于他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 他在这个县城的地下圈子混了这多年, 当然也是, 有点眼力的。 对方能这么轻易干趴下他带来的弟兄, 足以证明对方不是普通的社会人, 而是真正的狠茬子。 而且他还看出来, 刚才, 是那些人留守了, 不然的话, 他带来的那三十几个人, 早就被打死了。 大! 大哥, 我, 我错了! 黄毛大汉声音颤抖。 但! 啪! 刀疤直接一巴掌, 抽在了他的脸上, 将黄毛大汉抽翻在地。 谁是你大哥? 是是是! 兄弟! 啪! 刀疤又是一巴掌抽在了他的脸上, 再次将他抽翻在地。 谁是你兄弟? 黄毛大汉快要哭了。 他心中的恐惧, 快要让他发疯了, 那种恐惧的情绪, 差点让他大小便失禁。 英雄, 好汉! 饶命, 饶命啊, 求求你, 饶了我, 饶了我吧, 我错了, 我错了呀! 黄毛大汉不断地道歉, 甚至他朝着刀疤不断地磕头。 他不求饶不行啊! 毕竟带来的那三十几个小弟, 被打断手脚丢在一旁哀嚎着呢。 他可不想也落到这样的下场, 那样的话, 可就彻底废了。 啪! 刀疤又是一巴掌抽在了他的脸上。 打得这个黄毛大汉满脸都是鲜血。 你觉得道歉有用吗? 今天要不是我们及时出现在这里, 你会跪下求饶道歉吗? 大家都是混地下圈子的, 刀疤可要比这些不入流的家伙懂太多了, 今天要是他们没有来, 那么, 杜阳他们的房子肯定是保不住了。 黄毛大汉这些人直接推掉他们的房子, 逼迫他们不得不同意, 甚至到时候, 就算他们不给钱, 杜阳他们又能怎么办? 如果反抗的话, 估计会被直接打残, 甚至要被打死的。 一想到这个可能, 刀疤心中的怒火就压制不住。 他恨不得现在就弄死这个黄毛。 王八蛋, 你敢来欺负这些老人, 你完蛋了。 刀疤抓着黄毛大汉的衣领, 又狠狠地抽了几巴掌, 黄毛大汉的牙齿都被打飞了几颗, 一张脸都快要变形了。 他们是杜小凡的父母, 也就是我刀疤的父母, 你们敢欺负他们, 这比欺负我的后果还要严重。 刀疤狠狠一脚踹在了黄毛大汉的胸口上。 咔嚓! 这一脚的力量可不小, 黄毛大汉的胸骨直接被踹裂了。 啊! 黄毛大汉惨叫着, 他蜷缩在地上, 口中吐出鲜血。 然而, 刀疤还不解气, 硕大的拳头猛地抬起, 这一拳要是打下去, 估计这个黄毛大汉要被他活活打死。 就在这时, 刀疤! 李东的声音响了起来。 话落, 刀疤的拳头猛地停了下来。 那刚猛的拳风, 冲击在黄毛大汉的脸上, 吓得他心脏差点停止了。 他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这么清晰地感受到死亡的气息。 这种气息, 太可怕了。 李东走过去, 在黄毛大汉的面前蹲了下来。 他看着对方, 面无表情, 看来, 我的面子是请不动那个草良了。 既然如此, 告诉我他在哪里, 我亲自上门去拜访。 然而, 黄毛大汉却连忙摇头。 他眼神里的惊恐, 更加强烈。 不不不, 我不知道。 给曹良的地址。 他当然不敢啊。 因为他看出来了, 这些人, 压根就是一群疯子。 这么可怕的实力, 这里根本没有人能挡得住他们。 要是把曹良的地址给了他们, 估计曹良要被他们打死, 一旦曹良出了事, 他也就彻底完蛋了。 嗯, 你不肯。 你。 你们。 黄毛大汉满脸恐惧, 你们不能动我老板, 他可是认识东海的人。 是吗? 李东点了点头, 淡淡道, 我就是从东海来的, 我倒是很想知道, 他到底认识东海的哪一位, 居然敢背着我做这种事情。 这话落下, 黄毛大汉一冷。 你们是从东海来的? 告诉我, 你老板在东海认识谁? 赵山河开口了, 声音冰冷, 我是赵山河, 你应该听过我的名字。 轰隆。 这句话, 顿时让黄毛大汉整个人都如遭雷劈, 一下子猛了。 赵山河? 这怎么可能? 让他交代那个曹梁的地址出来, 给你一分钟时间李东说完, 没有继续废话。 是, 大哥。 赵山河点了点头, 一挥手, 刀疤立刻将黄毛大汉朝着一边拖去。 而黄毛大汉, 则是满脸恐惧, 心中一片死灰。 完了。 这时, 李东走到杜阳他们面前, 笑着道, 叔, 你们在家里, 等我就好了, 这件事情, 我来解决。 杜阳他们愣愣地点头, 到了这一刻, 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李东他们的来头, 比他们想象中的可怕啊。 毕竟, 如果李东只是单纯一个集团公司的高层, 根本不可能让那个恶霸这么恐惧的。 不过杜阳他们却并没有害怕, 反而对视一眼, 满是期待。 不管李东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他们只知道, 李东是他们的恩人, 只要能帮他们解决这件事情, 那他们将感激不尽。 很快, 刀疤他们从黄毛大汉的口中问出了那个曹良的地址。 李东留下几个弟兄在这里保护杜阳等人, 以及处理黄毛大汉他们, 他则是带着赵山河以及刀疤等人, 直奔现城而去。 而此时此刻, 曹良躺在沙发上, 脸上有着意犹未尽的神色。 他身边穿着性感旗袍的女人, 扭着腰身, 一脸妩媚。 刚才泡温泉的时候, 他最终还是没忍住跟这个女人干了一泡。 现在真的有点虚脱了, 要好好休息才行。 曹总, 我去给你泡一杯餐茶, 你好好不一下。 女人咯咯笑着起身, 朝着门口走去。 但, 他刚来到门口, 突然间, 办公室的门被人一脚踹开了。 那一扇门直接砸在了女人的脸上, 将他整个人都震飞了出去。 卧曹。 这样的动静, 把曹梁吓了一跳, 直接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他看向那个女人, 对方已经躺在地上, 昏迷了过去。 哗啦啦。 一大群人, 从外面走了进来。 你们是什么人? 曹梁满脸怒火, 看着来人。 你们好大的胆子, 知道我是谁吗? 这里不是你们可以闹事的地方。 保安, 保安。 他冲着外面大声喊着, 然而, 却没有保安护卫进来。 李东脸色平静, 他走过去, 直接在另外一张沙发上坐了下来。 而赵山河跟刀疤几个, 就站在门口, 不允许任何人进来。 不用叫了, 你的那些小弟, 刚才都被解决了。 李东看着曹梁, 淡淡道, 我既然来到了这里, 自然知道你是谁, 你是曹梁对吧? 我要找的人, 就是你。 听到这话, 曹梁脸色一变, 瞳孔微微收缩。 要知道, 他这家公司, 虽然名义上是房地产公司, 但是, 公司里的保安跟保镖, 可都是以一敌十的好手。 都是他花重金聘请回来的, 平日里有人胆敢来闹事, 都要站着进来, 躺着出去的。 但, 对方竟然说, 他的那些小弟们, 都被解决了? 而他, 却丝毫不知道。 曹梁终究是见过世面的人, 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仔细打量着李东同时, 他在脑海中, 飞快搜索着, 关于这个年轻人的记忆。 但, 却没有丝毫印象, 他很确定, 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对方。 不过, 哪怕他的小弟都被解决了, 但他依旧没有害怕。 只见他冷哼一声, 直接坐了下来。 对方既然知道自己的名字, 那就应该知道, 他曹梁可不是能轻易招惹的。 曹梁放松了下来, 盯着李东, 冷笑道, 这么多年, 你们是第一个敢闯进我底盘, 还打了我的小弟的。 当然, 你们也会是最后一个。 他已经决定了, 今天过后, 他要继续加强这里的安保才行。 花费更多的钱, 请更厉害的高手回来坐镇。 不就是钱而已吗? 他有大把的钱。 听到他这话, 李东点了点头。 你说得没错, 的确是最后一个了, 因为从今天开始, 再也不会有人过来找你了。 曹梁的脸色微微一变, 对方的平静, 让他感到有些不安。 要知道, 他曹梁的名声, 在整个县城, 那可是震天想的。 对方但凡知道他的厉害, 都不会这么肆无忌惮。 然而, 他从对方的身上, 看到了一种极度的平静, 而且那种看待自己的目光, 就像是看着一只蚂蚁。 你到底是什么人? 曹梁死死盯着李东, 沉声问道, 我确定没有见过你, 我们之间, 似乎没有过节吧? 以前的确是没有, 但现在有了。 李东淡淡道, 那个度假山庄的项目, 是不是你的? 曹梁心中一动, 难不成, 这些人是为了生意而来, 是我的? 怎么了? 你对这个项目也有兴趣? 他冷哼道, 不过不好意思, 这个项目都是我自己投钱的, 不需要别人入股。 那个项目他早就估算过了, 如果真的搞下来, 可是有五个亿的利润啊。 那么一大笔钱, 他当然不会跟别人分。 入股, 我对这个没兴趣。 李东懒得废话, 直接开门见山。 我来这里, 是要告诉你, 那个项目现在取消了, 那里的人不想卖掉他们的房子, 不想卖掉他们的地, 所以, 你最好不要去碰。 听到这话, 曹良脸色一变。 砰。 他猛地一拳砸在桌子上, 直接大笑了起来。 就像是, 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一样。 这个年轻人, 上门来找自己, 竟然要自己放弃那个能赚几个亿的项目, 开什么国际玩笑? 他以为自己是谁? 你在逗我吗? 小子, 你这话很狂啊。 曹良冷声喝道, 既然你知道我是曹良, 那就应该知道, 我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 道嘴的肥肉, 从来就没有放弃的可能。 老子告诉你, 那块地, 我要定了, 那些村民不卖也要卖, 他们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老子, 就弄死他们, 他盯着李东, 眼神中, 满是玩味。 还有你, 你是不是觉得, 打了我几个小弟, 就赶在我面前装枪做事了? 我告诉你, 这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我背后的人, 可不是你能招惹得起的。 李东的脸色, 依旧平静, 站在门口的赵山河, 跟刀疤等人听到这话, 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个曹良, 竟然还敢威胁大哥? 真是笑话呀。 是吗? 那我倒是想知道, 你背后的人, 到底是谁了? 李东淡淡道, 你现在可以给他打电话了, 看看他敢不敢出手帮你。 他一脸平静, 这样平静的语气态度, 让曹良心中一震。 能混到他这个程度, 还是有点眼力的。 曹良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年轻人并不是在装, 对方, 是真的太沉稳了。 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他曹良的背景, 当地圈子的人, 都是很清楚的。 在这个县城里, 他人脉很广, 无论是地下圈子, 还是地上圈子, 可以说朋友无数。 但他能达到今天这个地步, 主要还是, 他认识东海的一个地下圈子的朋友, 这是他最大的依仗。 如果没有那个依仗, 他也混不到今天这个地步。 也正是因为有那个东海的朋友, 所以当地的大人物, 都对他非常客气。 小子, 你到底是什么人? 曹良低声吼道。 对方的沉稳, 让他内心非常不安。 我叫李东。 李东指了指桌子上的手机, 你现在可以打个电话, 把我的名字告诉对方, 看看他会不会照着你, 李东。 曹良又在脑海里搜索关于这个名字的一切。 但他想了好一会儿, 依旧没有丝毫线索。 确定没听过。 曹良自问自己算是见多识广的人物了, 东海的一些大人物, 他也是听说过的。 比如东海的赵山河, 刀八哥, 大头哥, 阿虎哥等等。 但李东这个名字, 真的没听过。 于是, 曹良冷笑起来, 他已经开始认定, 李东就是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黄毛小子, 跑到自己面前来装枪做事了。 胆子不小啊, 敢跑来我面前找死, 那我就让你死得明明白白。 他冷笑一声, 我现在就让你知道一下, 死字到底是怎么写的。 说着, 他拿起了手机, 立刻拨通了一个本地地上圈子大人物的电话。 在他看来, 对付李东这种装枪做事的黄毛小子, 根本就用不上自己最大的一仗。 多。 电话通了。 曹总, 找我什么事, 对面传来了一个男人浑厚的声音。 是这样的, 我这边有个不长眼的家伙来找我的麻烦, 请你帮忙解决一下。 曹总笑着道, 什么人, 叫什么名字? 他说, 他叫李东。 嘟嘟嘟。 然而, 曹良刚刚说出李东的名字, 电话一下子就被挂断了。 曹良愣了一下, 他还以为是信号不好, 就再次将电话打了过去, 然而这一次, 对方竟然都没有接通, 直接挂断了。 这一下, 曹良的脸色变了。 他抬头看了李东一眼, 对方依旧脸色平静, 还示意他继续打电话, 曹良脸色有些难看, 他二话不说, 找到另外一个号码, 拨打了过去。 那边似乎已经知道曹良会给他打电话, 同样没接, 直接挂断了。 什么? 曹良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他心里骂道, 这些狗东西, 平日里吃自己的, 玩自己的, 花自己的, 接电话一个比一个快, 一口一个曹总叫着, 亲热极了。 但现在怎么回事, 怎么都不接自己的电话, 继续啊。 李东淡淡笑道, 才打了两个电话而已, 你是没有朋友了吗? 你不是认识东海的大人物吗? 哼, 小子你等着。 曹良眯着眼睛, 他就不信这个鞋了。 接下来, 他连续拨打了十几个电话, 这些人, 都是本地地上圈子的大人物。 然而, 这些人, 全部都不接他的电话了。 甚至有些人, 直接关机了。 好像曹良就是洪水猛兽一样, 大家都在躲着他。 曹良的脸色, 这下子终于变了, 心里更加不安了。 因为这太不同寻常了, 要知道, 他刚才拨打的那些电话, 那些人平日里一个个拍着胸口说, 有事情就找他, 但现在, 电话都不接了。 很不对劲啊。 这也太奇怪了。 如果一个两个不接, 在忙事情, 那并不奇怪。 可是, 十几个同时不接电话, 难不成他们全部都在忙, 这根本不可能。 曹良死盯着李东, 心中越来越不安。 他突然想起来了, 不久之前, 黄毛打过电话来, 说有人要他半个小时内去道歉。 难不成, 就是眼前的这个家伙。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李东? 可是这个名字, 自己真的没有听说过啊。 难不成是从哪里来得过江猛龙? 继续打呗。 李东笑着道, 你能找到人照你, 尽管找, 哪怕是北方的那些豪门家族, 你也可以找过来, 只要他们有胆量出现在我面前。 听到这话, 曹良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李东。 这番话, 太嚣张了吧。 连北方的那些超级豪门, 对方也不放在眼里, 这怎么可能, 对方一定是在装枪做事。 小子, 你别太嚣张, 这里可是东海禁地。 曹良咬着牙, 连忙找到了那个藏了好久的号码。 他从来不轻易动用这个关系, 因为这是他最大的一仗了。 一旦动用这个关系, 动用了这个人情, 他所要付出的代价, 可是非常大的。 毕竟, 请一尊真神, 可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现在, 他不得不请出来了。 很快, 电话接通了。 喂? 听到对面传来的声音, 曹良就像是溺水的人 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他脸上的惶恐, 瞬间一扫而光。 是我, 我是曹良。 曹良赶紧道。 哦, 是你呀, 有什么事吗? 对面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 是这样的, 有人找我的麻烦, 请你帮个忙, 只要帮我这个忙, 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曹良的心中都在滴血, 因为对方一旦出手, 他这个度假山庄的项目利润, 对方起码要拿走一半。 那起码两三个亿啊。 曹良恶狠狠地盯着李东, 心想, 这一次, 看你怎么死。 老子这一次, 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到时候, 要从你身上数倍拿回来。 哦, 什么人啊? 对面沉吟了一下, 问道, 是一个不长眼的愣头青, 他说, 自己连东海的人都不怕, 甚至连北方的超级豪门, 都不敢到他面前来。 曹良连忙道, 他盯着李东, 一来不屑, 我说我认识东海的人, 他说没用, 那家伙, 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更没有把东海禁地这个名头放在眼里啊。 什么, 这么嚣张? 电话那头的人, 明显生气了, 怒声问道, 他是什么人, 叫什么名字, 听到那边的人生气了, 曹良更加满意了。 他要的, 就是这样的效果。 曹良盯着李东, 哪怕李东的表情在平静, 在他看来, 那也只是装腔作势而已。 因为这里是东海禁地, 而他最大的依仗, 是东海禁地的大人物。 要知道, 连北方的超级豪门来东海闹事, 都没有好下场呢。 所以, 他认为, 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绝对死定了。 他说他的名字叫李东, 曹良一脸得意地道, 你帮我解决他, 我一定会好好谢你。 我这边现在有一个巨大的项目, 利润可以赚到五个亿, 到时候分你一半。 他必须要将报酬挑明, 不然的话, 对方是不会轻易出手帮他的。 对面沉默了一下。 接着。 扑通。 电话那边, 突然传来了一声闷响, 听起来, 对面的那人, 直接跪在了地上。 嗡。 曹良听到对方跪在地上的声音, 脑瓜子嗡的一下, 瞬间空白了。 什么情况? 为什么自己一说出李东这个名字, 对方就跪下来了? 那一道扑通的声音, 分明就是膝盖碰地的声音, 他是不会听错的。 甚至于, 曹良都能感受到, 对方听到这个名字, 明显呼吸急促了起来, 似乎很惊恐, 喊着震撼, 还有畏惧, 这是什么情况? 曹良只觉得, 自己的喉咙瞬间发干了。 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只听到电话那边传来惊恐的喘息声, 似乎正在等待死亡。 你。 曹良看向李东, 眼神满是骇然。 他浑身僵硬, 心底深处的恐惧, 再也压抑不住了。 这就是你在东海认识的大人物? 李东对着电话道, 我东海什么时候出现了你这么厉害的人物, 是要杀了我吗? 不不不。 东哥, 我错了, 我错了, 东哥饶命啊, 求求东哥饶了我, 我什么都没有做, 您大人有大量, 原谅我啊。 电话那边的人, 瑟瑟发抖, 传来了咚咚咚的声音, 却是猛地磕头求饶了起来。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呀, 东哥, 您要相信我。 听到这话, 曹良一脸呆滞, 整个人都麻木了。 东哥, 这个自己, 只能仰望的大人物, 在东海都是有名气的老大, 竟然喊这个年轻人做东哥, 而且, 还跪下磕头求饶。 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 太不真实了呀, 原谅你, 那不是我该做的事情, 你做错了事情, 那就要付出代价。 李东说完, 直接盯着曹良。 曹良被这样的眼神吓了一跳, 手机都吓得掉在了地上, 只听到啪的一下, 摔成了两半。 他只觉得, 自己浑身都失去了力量。 本能告诉他, 这个时候, 他应该跪下来求饶的, 但是, 他却连动都不能动。 为什么要求饶? 没看到自己身后的那一位, 隔着电话都跪下来, 磕头求饶了吗? 这就意味着, 眼前这个年轻的男人, 来头比他身后的大人物, 还有恐怖。 并且, 最大的可能, 眼前的这个年轻男人, 就是东海的王。 传闻中, 赵山河的大哥。 想到这一点, 他下意识地, 看向守在门口的赵山河, 越看越觉得熟悉。 毕竟, 赵山河的样子, 并不是什么秘密, 但凡是道上混的, 几乎都看过赵山河的相片。 曹良当然也看过。 现在看到赵山河, 他立刻就想起来了。 守门的那个, 真的是赵山河。 那么, 眼前的这个男人, 的确是东海的王了。 那个连北方超级豪门的大宗师强者, 都能斩杀的存在啊。 怪不得对方刚才说, 即便北方的超级豪门的人, 也不敢出现在他面前, 原来是真的, 不是在开玩笑啊。 面对这样的传说人物, 自己竟然还威胁他。 还说自己认识东海的大人物, 这他娘的, 整个东海的地下圈子, 乃至整个天行省, 都是对方的呀。 我! 我! 曹良觉得, 自己浑身的血液都要凝固了。 他觉得, 呼吸都要停止, 要被活活窒息而死。 那种恐惧, 简直就是从骨子里传出来的, 让他几乎要魂飞魄散。 大哥, 这个项目, 我不要了, 那些村民的地, 我也不要了。 真的不要了, 李东微微挑眉。 真的, 我不要了, 真的不要了。 那你还逼他们搬走吗? 李东淡淡问道。 不! 不了, 我再也不敢了, 我错了, 真的错了。 扑通。 这一刻, 曹良终于能动了, 他一下子跪倒在地。 一脸后悔恐惧的样子, 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改过自新, 以后我再也不欺负别人了。 给你一次机会, 改过自新。 李东轻轻一笑, 站了起来。 他看了曹良一眼, 对于曹良的话, 李东是半点都不信的。 他相信, 今天如果放过了对方, 那么将来, 曹良绝对不会放过那些无辜的人, 绝对不会放过那些最普通, 最底层的百姓。 这种人骨子里的劣根性, 是永远改不掉的。 因为他们欺软怕硬, 已经成为了习惯。 今天放过他, 那就是放虎归山, 是对那些百姓的不负责。 李东不单单是东海地下的王者, 他更是东方战神。 这样的事情, 他没看到还好, 但既然被他遇到, 那就要彻底斩草除根, 从根本上杜绝这种事情发生, 说实话, 我信不过你。 李东毫不客气地道, 你做过的事情, 足够你死上一百回了, 在你死之前, 把该还的债都还了, 该到的欠都到了, 那样的话, 你会死得轻松一点。 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 相信我, 你会生不如死。 你也不用尝试着逃跑, 不信你可以试一下, 但你要是这么做了, 你不但自己会生不如死, 我还会让你的家人 同样也生不如死。 说完, 李东不再多说什么, 直接转身离开。 赵山河跟刀疤对视一眼, 然后看了一眼曹良, 眼神中充满了怜悯。 这家伙, 落到这样的下场, 算是他咎由自取。 而曹良, 听了李东的话之后, 浑身都在颤抖着, 他的脸上, 已经没有了丝毫血色。 他心中, 后悔到了极点。 他的脑海中, 回想着自己做过的那些坏事。 突然想到了一句话, 不是不报, 是时候未到。 而现在, 时候到了。 东海的王判决了他的死刑, 在这个国度, 连神仙都救不了他。 很快, 李东带着赵山河跟刀疤他们回到了渡阳的家。 这时候, 渡阳的家门口, 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这些人, 并不是本地的村民, 而是现成的一些大人物。 不但有地下圈子了, 地上圈子的也不少。 然而, 这些人, 不管是什么身份, 他们此时一个个都在瑟瑟发抖。 每个人的脸上, 都充满了恐惧的神色。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东海传说中的那一位王, 竟然会在这里出现。 他们虽然聚集在了这里, 但是, 却没有一个人, 胆敢进去渡阳的家里。 全部都站在门口, 每个人的心都提了起来, 一脸忐忑, 生怕下一刻等来的是死路一条。 李东看到这些人, 微微皱起了眉头。 事实上, 这些人出现在这里, 并不是他通知了, 所以, 李东也感到有些意外。 那些人看到了李东皱眉, 顿时身体颤抖更加厉害了, 心中的恐惧更加强烈。 你们在这里, 会让这些老人家心里不安的, 滚, 都给我滚, 滚回去做你们自己的事。 李东挥了挥手, 像是赶苍蝇一样。 然而, 他这句话, 却让那些人彻底松了口气。 没有人胆敢多说一句废话, 立刻散去了, 根本就不敢违背李东的话。 看到这一幕, 渡阳等人彻底惊呆了。 李东展现出来的实力, 太强大了。 渡阳他们虽然是乡下村民, 但是刚才来的那些人, 包括县城的一把手在内啊。 那些人, 他们还是听说过的。 而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 见了李东, 却像是老鼠见了猫一样。 单凭这一点, 就足以证明李东的身份不一般。 杜晓凡的母亲走了出来, 他的心思比较单纯, 并不在意李东的身份。 他只知道, 李东是他儿子的兄弟, 杜晓凡的葬礼, 也是李东操办的。 所以, 他在内心, 把李东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 来看待了他担心李东会吃亏, 会受伤。 看到老人家赢出来, 李东立刻赢了上去。 安慰了几句, 李东立刻让赵山河打电话, 让他发布命令, 到东海地下圈子的各个头目那里, 彻底清查东海范围的人。 不管是地上圈子的, 或者是地下圈子的, 他不允许再看到这种腐烂的事情发生。 但凡还有人胆敢背着自己, 做出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李东绝不轻饶。 这一次, 李东是真的有些生气的。 那个曹良, 竟然胆敢打着东海的旗号, 在外面胡作非为, 这要是传出去, 李东这个东方战神, 还要不要脸了? 赵山河感受到了李东的怒气, 不敢丝毫怠慢, 立刻让人展开了调查。 一时间, 整个东海, 再次掀起了一场风暴。 上一次的风暴, 还是李东刚来东海没多久的时候, 整个地下圈子都得到了一次大扫除。 而这一次, 不单单是地下圈子, 连地上圈子也波及到了。 但凡是有藏污纳垢之人, 但凡是有滋生腐烂的地方, 都要彻底清扫干净。 他们的雷霆手段, 可不会丝毫客气。 这不单单是李东自己不容许, 同样, 整个东海的人都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不管是在东海市区, 还是其他县城。 发布了这个命令之后, 李东就没有继续理会了。 他知道, 赵山河会联系东海大领导那边, 双方会将事情都处理好的。 接下来, 李东陪着杜阳夫妇好好吃了顿饭, 让两位老人高兴高兴。 吃完了饭, 李东陪着杜阳夫妇在院子里晒太阳, 李东没太多时间在这里陪伴他们, 但这短短的时间之内, 让两位老人开心一下, 这是最重要的。 终于, 到了分别之时, 看着两位老人不舍的样子, 李东拉着老太太的手, 笑着道, 叔, 阿姨, 你们放心吧, 有时间的话, 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 老太太拍着李东的手, 有这心就行了, 我知道, 你们工作很忙, 也不用, 特意过来看我们的。 没事, 下次我过来, 带上宇柔一起。 李东笑着道, 真的? 看得出来, 老太太非常期待。 那一次杜小凡的葬礼上, 林宇柔跟两位老人家已经算熟悉了, 而他们, 都很喜欢林宇柔。 真的? 李东笑着道, 听到这话, 老太太顿时高兴无比, 甚至有些迫不及待, 好好好, 那我等着。 他跟杜阳刚刚失去儿子没多久, 而李东他们, 明明是很有身份的大人物, 却对他们这么好, 在李东他们的身上, 他们再次感受到了有儿子一样的感觉。 而且, 还是这么多的儿子。 老两口都能感受得出来, 李东他们, 是真心关心他们的。 这一点, 太难得了。 接着, 老两口送李东他们来到村口, 脸上除了悲痛之外, 还有无比的感激。 李东留下了一笔钱给他们, 虽然不多, 但足够两位老人安度晚年了, 而且, 他还下了命令, 以林氏集团的名义捐了一笔钱, 专门用于村子里那些孩子的上学费用。 这样一来, 村子里那些条件不好的人, 他们的小孩, 都有机会上学, 改变自己的命运。 一时间, 整个村子的人, 都在感谢李东, 感谢杜阳老两口。 因为大家都知道, 李东这么做, 完全是看在杜阳夫妇的面子上的。 我,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小东啊, 我只知道, 小凡这辈子能够认识你们这些兄弟, 他肯定很骄傲的。 杜阳红着眼睛, 情绪有些激动。 书, 小凡他是为了林氏集团的发展, 才被坏人逼得跳了楼, 林氏集团能够有今时今日, 他功不可没。 李东沉声道, 他牺牲了自己, 却换来了千万人的幸福生活, 在我们的心中, 他是一个英雄, 我们这辈子, 都不会忘记他的。 这话一出, 杜阳的眼泪立刻下来了。 我相信他, 他这辈子都没有干过坏事, 他是一个英雄, 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我儿子他一定是这样的人, 下话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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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的儿子, 肯定像李东所说的那样, 是一个英雄, 是一个受人尊敬, 受人崇拜的大英雄。 虽然, 他儿子已经死了, 但是, 却永远活在大家的心中。 他的确是一个英雄, 这一点我保证。 李东点头, 十分认真地道。 最终, 李东还是带着赵山河跟刀疤他们, 告别了杜阳夫妇以及众多村民, 返回了东海。 一路上, 大家都没有说话, 因为赵山河他们都看得出来,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李东的心情很不好。 杜小凡的妹妹在省城那边读书, 她的人身安全必须要保护好。 李东看向赵山河, 淡淡道, 如果有人因为这件事情去报复他, 直接拉去埋了当花肥。 是, 大哥。 赵山河沉生英试。 回到临市集团, 李东让刀疤跟其他弟兄们继续去训练了。 刀疤他们的目光, 则是更加坚定了一些。 他们越发清楚, 自己肩膀上的责任, 就是守护好这座城市。 对于他们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要保护好这个城市, 保护好这里的人, 他们就要变得更加强大。 一流高手, 乃至半部宗师, 还是不够。 他们要成为真正的宗师强者, 才算是拥有了实力。 李东没有第一时间去林宇柔的办公室, 而是让赵山河去将东海的大领导喊过来。 没多久, 大领导来了。 悄然而来, 没人知道他的行踪。 此时, 赵山河跟东海的大领导, 站在他的身后。 大领导看到李东严肃的表情, 就知道李东这一次, 真的很生气。 竟然有人胆敢借着东海的旗子, 在外面胡作非为。 这件事情, 他也是真的没有想过会发生的。 毕竟, 任谁都想不到, 东海禁地, 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要知道, 当初李东可是说过的, 谁要是敢这么做, 那就要受到制裁的大领导没有想到, 竟然真的会有人不要命, 敢这么干。 东海作为一座禁地, 是为了保护这里的百姓, 不受到伤害。 李东转身, 看着赵山和跟大领导。 我可以保证, 外面的人打不进来, 没有机会伤害这里的人, 但若是内部腐烂, 那么, 这个责任, 我要找你们两个问罪。 你们两个, 代表了东海的地上圈子, 以及地上圈子, 既然坐在了这个位置上, 那么, 就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类似的事情, 我不想再看到第二次, 明白? 李东的话语, 没有丝毫委婉, 说得很直白。 他用手指着赵山和跟大领导, 声音非常清冷。 大哥, 我保证, 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了。 赵山和握紧了拳头, 沉声道, 我也保证, 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 大领导同样保证道, 很好, 记住你们说的这句话, 以后再出问题, 我谁都不找, 就找你们两个。 李东看着他们, 点了点头。 不单单是我, 那些信任你们, 尊敬你们的底层百姓, 也找你们。 那些崇拜你们, 把你们当作守护神的孩子们, 也找你们。 这些话, 像是雷击一样, 让赵山和他们两个, 一下子感觉到肩膀上的重量, 变得更重了。 他们越发明白, 自己肩膀上的责任, 意味着什么? 那些整个东海的百姓, 对他们的信任。 他们, 不能辜负那些百姓们的信任。 大哥放心。 赵山和点头,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这种事情就不会再发生, 若是再有一次, 我已死谢罪。 我也是。 两人彼此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坚决。 他们不能辜负李东的信任啊。 要不是因为李东, 现在的东海, 恐怕还是跟以前一样混乱。 如果没有李东, 他们以前是什么样? 现在就是什么样, 未来还是什么样, 不会有丝毫变化。 这一切, 真的来之不易。 必须要珍惜才行。 他们也绝对不能辜负那些, 崇拜他们的孩子啊。 如果孩子们的信仰崩塌了, 那么, 东海的未来, 就彻底废了。 我相信你们。 李东点了点头, 不再多说。 他知道, 赵山和跟大领导两个都是聪明人, 不用自己多说, 他们都会懂的。 很快, 赵山和跟大领导离开了。 他们立刻就去部署, 对东海整个范围, 进行一场清查。 绝对不允许任何腐烂滋生, 哪怕是有这样的苗头, 都不允许出现。 看到他们离开, 李东则是转身, 朝着林宇柔的办公室而去。 与此同时, 北方, 上官集团, 如果是十几年前, 这个集团公司, 在北方, 绝对是可以跟李家抗衡的存在。 但十几年之后, 上官家族的重心, 已经从国内, 渐渐转移到了东南亚那边。 现在是东南亚那边的霸主存在。 不过即便如此, 上官集团在国内, 在北方, 依旧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虽然比不上李家, 但依旧碾压北方绝大多数的超级豪门。 这个家族之所以在东南亚那边成为霸主存在, 那是因为上官家出了一个妖孽。 上官玩。 一个天才女子。 十几岁就掌控上官集团, 让上官家族的实力, 比十几年前增长了十几倍不止, 打造出了一个恐怖的商业帝国。 在十几个行业里, 都是顶尖, 无人可以撼动。 而上官玩这个名字, 更是高高在上的神灵一般, 让其他人只能仰望, 只能膜拜, 连一丝靠近的勇气都没有。 这样的天才, 给了整个亚洲的那些同龄人, 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压力。 然而, 谁又知道, 上官玩自己却感到无比的孤单呢? 上官集团大厦, 这栋大厦, 坐落在最繁华的市中心位置, 足足一百多层。 是北方一座极为出名的地标性建筑。 在楼顶最后的一层, 是老板的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 装修极为豪华, 处处都充满了金钱的味道。 巨大的落地窗前, 站着一个女人, 她的头发高高竖起, 露出了修长的雪白薄梗, 一脸鹰气, 五官极美, 一身职业装, 将她凹凸有致的身段, 完全展现了出来。 这个女人, 看起来只有二十几岁, 然而, 她的身上, 却散发出一股极为强大的气场。 这样的气场, 哪怕是隔着钢化玻璃, 也让人忍不住感到畏惧。 华夏商业女神, 呵呵, 短短一两年没回来而已, 没想到, 国内竟然出现了这么一号人物。 上官娃儿的嘴角, 微微掀起。 这么多年, 似乎都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到她的笑容。 在其他人的眼中, 她就像是一块万年寒冰一样, 永远都是冷冰冰的。 在她身后, 站着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 同样穿着一身职业套装, 但无论是容貌, 气质, 以及身段, 都远远比不上上官娃儿。 她就像是绿叶一样, 将上官娃儿这朵娇艳的鲜花, 衬托了出来。 她是上官娃儿的助理, 跟了她好几年了。 小姐, 这都是外界吹捧的。 我了解过那个所谓的华夏商业女神, 对方刚接触商业没两年, 她所获得的成就, 只是小打小闹, 怎么能够跟小姐您相比? 助理有些不屑地道。 在她心里, 上官娃儿就是神灵一样的存在。 她跟了上官娃儿这些年, 亲眼见证了上官娃儿, 是如何将上官集团发展到如今这个恐怖的地步。 这样的手段, 这样的能耐, 绝对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商业奇才。 别说是在华夏国内, 整个世界, 都没有人有资格能够跟小姐相媲美。 而现在, 国内的南方, 一座小城市里面, 突然冒出了一个, 号称华夏商业女神的女人, 助理想想就觉得很可笑。 在她心中, 那个所谓的华职商业女神, 跟上官娃儿这位亚洲商业女神一对比, 简直就是萤火虫跟浩月一样的对比。 差太远了。 根本就没有可比姓上官娃儿微微一笑。 她知道, 助理这是在拍自己的马屁。 话不能这么说。 上官娃儿摇了摇头。 对于那个华夏商业女神的女人, 上官娃儿是了解过的。 特别是, 对方在湘江进行的那一次品牌之战, 真的做得非常漂亮。 布局太厉害了, 走一步看三步。 在进入市场之前, 就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 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她在湘江设下了一个局, 那个局里面, 囊括了世界前十的品牌, 只要有一个入了套, 那么这个局就活过来了, 可以说, 成功率极高。 这样的手段, 却是很厉害, 我很佩服。 上官娃儿自问, 就算是换做了自己, 都不一定比对方做得更漂亮。 单凭这一点, 她对那个叫林语柔的女人, 就很敬佩了。 助理沉默了一下。 因为从理性上的角度来看, 那个林语柔所做的一切, 的确很厉害。 她不能否认这一点。 可是, 她为什么知道一定会有人入局呢? 助理有些不服气地问道。 她还从来没有听到过 小姐这么夸赞过一个人呢? 因为她很了解人性。 上官娃儿解释道, 她做了这个局, 考虑到了一切因素, 最重要的, 她把人心算计在内, 这是她最高明的地方。 你要知道, 商场如战场, 这本就是你死我活的结局, 本土品牌想要崛起, 想要跨入国际, 那就必须要标定出自己的行业标准。 不单单是美容品行业, 其他行业也是如此, 那个临时集团想要打破国外大品牌制定的行业标准, 那些国际大品牌当然不会允许了。 所以, 就一定会有人入局的, 就看是哪个倒霉鬼了。 助理顿时恍然, 能够利用人心的, 的确是很厉害的存在。 因为她知道, 上官集团之所以能够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除了上官娃儿的经商天赋之外, 还有上官娃儿的手段。 其中最厉害的, 就是利用人心。 但她依旧觉得, 对方还是不足以跟上官娃儿相比, 双方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级别的。 看到助理的样子, 上官娃儿微微一笑。 你可不要小看她, 那林宇柔一步一步将对方骗入局中, 而且障眼法做得非常好, 哪怕对方入了局, 恐怕都没能够反应过来, 这手段, 真的很厉害。 说真的, 能做到这一步, 我很佩服她。 上官娃儿是很少夸赞别人的。 但今日, 她却连续夸了很多次。 她很清楚, 这种局, 对于庸才而言, 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那个林宇柔所针对的, 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精英, 自以为是的聪明人。 可以说, 一达一个准。 手段太高明了。 她突然有些好奇, 那个林宇柔,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长什么样子, 脾性如何, 又是如何想到, 不下这样的一个局。 这还是她第一次对一个女人起到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我倒是有些期待了上官娃儿轻笑道。 小姐, 您可是很少这样, 去夸赞一个人啊。 助理很是差一地道。 上官娃儿微微一笑, 摇了摇头。 事实上, 这是因为她站在高处太久了, 就会感到孤单。 她是真的很想, 有个人能够跟她说说话。 可是, 一般人只要接近她, 就会下意识地拘谨, 在整个上官集团, 没有人有资格接近她。 乃至于整个亚洲, 同龄人都没有资格跟她平等对话。 她所站立的地位, 实在是太高了。 好了, 你下去做事吧, 有关于她跟林氏集团的消息, 随时告诉我。 是。 助理恭敬英氏, 退了下去。 这偌大的办公室, 只剩下上官娃儿一人。 她静静地站在落地窗前, 背影却有一种孤单的感觉, 她看着自己打下的商业僵土, 但脸上却没有丝毫地开心, 只有无尽地落寞。 十五年了, 你到底去哪里了? 我知道你还活着, 可是, 你为什么不回来找我? 你是在躲着我吗? 上官娃儿眼神有些恍惚, 喃喃自语。 我曾经说过, 这辈子非你不嫁的, 我说过的话, 谁都改变不了。 李东,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这辈子, 我们注定会在一起, 谁都不能从我身边把你抢走。 叮铃铃。 她正喃喃自语, 突然手机响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 看到上面显示的号码, 上官娃儿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眼中, 浮现出了一抹不耐的神色。 她不想接这个电话, 但是, 电话却响个不停。 我说过了, 不要再打电话过来给我, 我是不会去联姻的,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接通电话, 上官娃儿的声音无比冰冷。 我的人生, 我会自己做主, 即便你是我的父亲, 也没有资格替我做出任何决定。 如果你执意要我去联姻, 那么, 我就跟上官家断绝关系, 你是知道我的性格。 她的脸上, 罕见地浮现出了怒火。 因为, 她真的很生气。 联姻这种事情, 对于生长在豪门家族中的女人而来, 是迈不过去的坎, 几乎是每个豪门女人的必经之路。 她, 同样也是如此, 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 没有选择的权利。 特别是她身为一个女人, 却带领上官家族走到今天这个程度, 打造出了一个商业帝国。 家族中的人, 根本不容许她继续掌控家族。 所以, 家族里的那些人, 就想着把她嫁出去, 跟其他的豪门进行联姻。 如此一来, 不但可以削弱她在上官家的权柄, 还可以利用联姻壮大上官家, 一时二秒。 如果上官丸没有打造出这样的一个商业帝国, 她还真的逃不掉这样的命运。 最终, 会被当作家族的筹码, 跟其他家族进行联姻, 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 甚至不认识的人, 去结婚生子, 度过一生。 而现在, 她已经拥有了强大的实力, 即便是家族, 也不能强行逼她去做什么。 逼急了, 她会掀桌子的, 也正是因为她有了这样的实力, 家族这些年才不敢逼她太厉害。 玩儿, 电话那边传来一道威严的声音, 却没有丝毫生气的样子。 今天我给你打电话, 不是要你去联姻的, 而是我要告诉你, 经过商量, 家族已经同意你嫁给他了。 嫁给谁, 上官玩一愣? 就是那个你从小就认定的男人, 那个李家的私生子。 听到这话, 上官玩顿时愣住了。 她的脸上, 充满了不敢置信, 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你? 说说什么? 上官玩的声音, 有些颤抖。 你说, 家族同意我嫁给他了, 嫁给跟我只付为婚的那个男人, 那个豪门妻子, 这么多年, 因为这件事情, 他不知道跟家族吵了多少次。 甚至好几次都差点断绝关系, 家族都不同意。 然而今天, 家族里的那些人, 怎么会突然就答应了呢? 这让他有种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感觉。 太不同寻常了。 对, 家族答应了你们的婚事。 电话那头, 声音依旧平静。 从此之后, 我们不会再要求你跟其他的家族进行联姻, 也不会继续阻拦你。 不过, 你能不能找到他, 就看你自己的了。 说完, 电话挂断了。 上官网站在落地窗前, 呆呆地, 好一会儿他都没有反应过来。 毕竟这个消息, 真的太不真实了。 他要求家族, 同意他跟李东之间的婚事, 但这么多年, 家族都不同意。 原因很简单, 对方, 只是一个豪门妻子而已。 家族不会同意, 自己跟一个对家族没有任何帮助的人结婚的。 可是, 家族现在却同意了。 哪怕对方是一个豪门妻子, 哪怕对方只是一个流浪汉, 他们都答应自己嫁给他了。 上官网的内心, 立刻被巨大的欢喜给击中了。 他的脸上, 浮现出了灿烂的笑容。 他真的很开心啊。 家族不再阻拦他跟李东之间的婚事, 他心中最大的巨石, 落地了。 内心只有无边的轻松跟欢喜。 李东? 上官网一脸兴奋, 从此之后, 我们之间, 再也没有任何人阻拦了, 你到底在哪里啊? 快点回来跟我结婚吧。 不管你在哪里, 我一定都会找到你的。 他喃喃说着, 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脸上的笑容, 根本掩饰不住。 他拿起了包包, 立刻跑出了办公室, 跟之前的那种沉稳大气, 完全不一样。 办公室外面的工作人员, 看到上官网的样子, 全部都惊呆了。 因为大家都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上官网啊。 平时的上官网, 都是一副极有威严的样子, 强大的气场, 让所有人都感到无比敬畏。 他们都没有见过, 上官网表现出着急的样子。 仿佛, 就算是天塌下来, 上官网都会是一副平淡的模样。 但现在, 上官网竟然一副着急的样子,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 才会让他如此。 彼时北方, 李家, 李鸿图已经从东海回来了。 自从他去了一趟东海, 下了那个决定之后, 整个人都发生了一种变化。 崔家那个老东西已经出关了, 他现在在做什么? 李鸿图沉声问道。 回老爷, 崔家那老东西出关之后, 直接离开了崔家, 听现人传回的消息, 他去营救秦剑书了。 而且, 他不日还要去一趟南方, 将崔家的二小姐就出来。 他果真已经踏入了大宗师之上的境界。 李鸿图的脸色, 微微一沉。 如果崔家老太爷, 真的踏入了大宗师之上的境界, 那么, 整个北方的格局, 将会彻底洗牌。 而李家, 也会被席卷进去, 这是无法避免的。 并没有, 但也半只脚临门了。 李福沉声道, 现在那个老东西的实力, 单对单的话, 我可能已经很难压制住他了。 不过, 他想要打赢我,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今, 恐怕纵观国内, 也只有小少爷, 才能彻底压制他了。 好, 我知道了。 李鸿图点了点头。 你就按照我之前的吩咐安排下去, 崔家不足为惧, 那老东西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武夫, 只要他不是小冬的对手, 那就不用去理会太多, 我们现在需要盯着的, 还是上官家族。 他很清楚, 李东跟崔家之间, 不久的将来, 就会有一战。 一战过后, 崔家将会彻底灭亡。 李东是不可能让崔家, 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的。 只要崔家老爷子, 不是李东的对手, 那么, 崔家的命运, 就是注定的。 谁都救不了。 现在崔家老爷子的实力, 得到了提升, 表面上看起来, 有着无穷的潜力, 让崔家的地位, 直线上升。 但李鸿图很清楚, 这样的状态, 只是表面上的, 只是须有图表而已。 一个即将灭亡的家族, 还没资格让他太过上心。 在他心中, 最可怕的, 还是上官家族。 虽然对方已经将重心转移到了东南亚, 但是, 上官家族的底蕴, 太可怕了。 无论是财力, 亦或者是武力, 恐怕李家, 现在都有点比不上啊。 老爷放心, 我已经办妥了。 李福恭敬道, 上官集团那边的情况, 有人盯着, 随时都会报告上来。 不过有一点, 上官玩已经回国内了, 就在上官集团。 那丫头, 李鸿图眉头微微一挑。 听说, 她是听说了林宇柔小姐, 在湘江做的那件事情, 引起了她的兴趣。 李福沉声道, 听到这话, 李鸿图的脸上, 露出了赞赏的笑容。 湘江那件事情, 林氏集团做得的确很漂亮, 四两拨千斤的手段, 以人心做战场, 林宇柔小姐, 真的很厉害。 哼, 你也不用在我面前夸她, 难道我看不出来, 是那臭小子出的手? 李鸿图哼了一声, 但即便如此, 林宇柔也足够优秀, 我很满意。 李福只是笑了笑, 不敢说话。 她的确想在李鸿图面前, 多多夸赞林宇柔多一些, 上一次, 要不是林宇柔为她求情, 恐怕她都被李东杀死了。 单单是这一份人情, 只要有机会, 她是一定要偿还的。 更何况, 李鸿图去了一趟东海, 跟林宇柔的父母见面, 让她对林宇柔这个女孩子, 也满意了许多。 而且, 李鸿图还下了决定, 要坚决站在李东这边, 全力支持她。 哪怕李东不会领情。 老爷。 门外, 一个护卫快速走了进来, 看到李福也在, 恭敬抱拳。 什么事? 上官瓦小姐来了。 听到这话, 李鸿图的瞳孔微微收缩。 那丫头,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过来? 让她进来吧。 很快, 李鸿图恢复了平静, 淡淡道, 李福恭敬站在一边, 微微垂手。 李伯伯。 上官瓦走了进来, 脸上的表情跟在公司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满脸都是笑容, 充满了喜悦。 瓦啊, 好久不见, 又变漂亮了呀, 今天怎么想起来, 看我这个老家伙了? 李鸿图微微一笑, 来, 坐吧, 礼服, 倒茶。 不用了李伯伯。 上官瓦笑着道, 我是许久没有过来看望李伯伯了, 今天刚好路过, 就想着进来见见您。 说着他坐了下来, 稍稍犹豫了一下, 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 怎么, 有什么话就说啊, 跟我你客气什么? 李鸿图笑着道, 是这样的, 李伯伯, 我想问问您, 李东他。 他有消息了吗? 上官瓦紧张问道, 这句话, 他不知道问过李鸿图多少次了, 但每一次, 都没有答案。 他知道, 李鸿图绝对有李东的消息, 因为他得到了消息, 李鸿图曾经得到了李东录制的一个视频。 除了李鸿图之外, 就再也没有人知道李东身在何方, 在做什么了。 以前, 上官玩只要有时间, 就会过来李家, 看看李东是不是回来了。 虽然他很清楚, 李东回归李家的几率, 比仲彩票还要低。 但他却坚持了很多年。 一直等到上官家族的重心转移到了东南亚, 他也被逼跟去那边, 来的次数就变少了很多。 不过即便如此, 他还是没有放弃打探李东的消息。 每次回来国内, 他依旧会过来一趟李家, 打探李东的消息。 他坚信, 总有一天, 一定会得到李东的消息。 哈哈, 你这丫头这话, 年年都要问我几次, 你又不是不知道当年的事情? 那小子, 跟我就像是仇人一样, 他的消息, 我怎么会知道? 李鸿图听到这话, 笑了笑, 他跟我们李家,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丫头, 我跟你爸在你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的确为你们指负为婚, 但经过那件事情之后, 你们之间的婚约, 自然也就解除了。 所以啊, 你也不用为这件事情烦心, 再说了, 李东不过是豪门妻子, 我想你们上官家族, 也看不上他呀。 李家身为北方第一豪门家族, 如果李东还是李家的少爷, 那么, 上官娃儿跟李东之间的婚约, 自然不会有人反对。 但现在不一样了。 李东已经跟李家断绝了关系, 是豪门妻子。 以上官家族那些人现实的嘴脸, 是不可能同意上官娃儿嫁给一个豪门妻子的。 没有什么人比起那些所谓的豪门家族更加现实了。 李伯伯, 我跟李东之间的婚约, 我爸已经同意了。 上官娃儿难掩开心, 笑着道, 不但我爸爸同意了, 家族李都同意了, 他们不会再阻拦我嫁给李东。 我曾经说过, 这辈子, 非李东不嫁, 这句话, 我是很认真的, 我这辈子, 只属于他, 谁都不能从我身边把他抢走。 李伯伯, 你告诉我, 他在哪里好不好, 我去找他。 听到这话, 李鸿图愣住了。 他没有想到, 上官家族的那些人, 竟然会同意上官娃儿跟李东之间的婚约。 太出乎意料了。 接着, 李鸿图的眼眸深处, 闪过一抹复杂的光芒。 他看了一眼李福, 发现李福的表情, 无比严肃。 你没有开玩笑, 你爸会同意, 嘿, 还真是稀罕事儿啊。 李鸿图哼了一声, 当初发生了那件事情之后, 你爸可是第二天就过来取消婚约了, 现在怎么又同意了? 恐怕他也只是暂时安抚你而已吧。 再说了, 李东那小子现在何处, 我也不知道啊。 李鸿图摊了摊手, 一脸无奈的样子。 他现在是死是活, 我不知道, 也不关心, 你难道忘了当年发生的那件事情, 我跟他之间可是仇人, 他要杀我的。 上官娃儿听到这话, 沉默了下来。 他当然知道李鸿图这话都是事实。 15年前的那件事情, 当时轰动了整个北方。 李东的母亲死了, 李东被推下了河, 很多人都说他已经死了, 但是上官娃儿知道, 李东还活着。 那件事情的始作俑者虽然不是李鸿图, 但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东仇恨他, 是正常的。 按照正常的道理而言, 李鸿图刚才说的这些话, 没有丝毫不妥。 但上官娃儿却有种直觉, 这位李伯伯, 肯定知道李东身处何方。 虽然他没有证据。 李鸿图看到上官娃儿沉默, 不禁打量了他一下。 十几年的功夫, 当年那个小丫头, 已经出落得亭亭玉力了。 不可否认, 上官娃儿, 真的是他见过最出色的女子。 要相貌有相貌, 要身材有身材, 有气质有气质, 要实力有实力, 要手段有手段。 谁能够娶了她, 跟上官家进行联姻, 绝对是梦寐以求的事情。 这个女人太出色了, 如果可以的话, 李鸿图当然也乐意上官娃儿, 能够成为自己的儿媳妇, 但他很清楚, 他的儿子当中, 除了李东之外, 其他人, 上官娃儿都看不上。 然而, 李东现在已经结婚了。 李鸿图很清楚, 在李东的心中, 除了林语柔之外, 再也不会接纳其他的女人。 这就注定了, 上官娃儿跟李东之间, 是不可能的。 李鸿图心中还是有些诧异的。 他很难想象, 像上官娃儿这丫头, 在三岁的时候, 被李东亲了一口, 然后他就发誓, 此生非李东不嫁。 哪怕后来发生了那件事情, 李东成为了豪门妻子, 名义上都已经死亡了。 但是, 他还是不改口。 这么多年, 就算小冬还在这个世上, 你知道他变成什么样子了吗? 李鸿图叹了口气, 问道。 他可能变得很坏, 变得极为普通, 而且也有可能, 已经有了妻儿, 甚至可能已经真的死了。 李鸿图淡淡道, 即便如此, 你也还要嫁给他吗? 听到这话, 上官娃儿脸色一变。 不可能。 上官娃儿皱起眉头, 冷哼道。 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知道他肯定不会变的, 我一定会找到他, 嫁给他。 我上官娃儿看上的男人, 谁都抢不走。 说完, 他站起身来。 因为, 他已经确定了, 是不可能在李鸿图这里, 得到李东的下落。 就不在这里, 继续浪费时间了。 上官娃儿礼貌地, 朝着李鸿图点了点头, 接着告辞离开。 看着他离开, 李鸿图依旧皱着眉头。 他的脑海中, 依旧是上官娃儿那无比坚定的眼神, 心中不由得有些犯难了。 可想而知, 上官娃儿要是真的知道了, 李东已经跟林宇柔结了婚, 以上官娃儿的性格, 必定会出手破坏李东跟林宇柔之间的感情。 甚至于, 他为了夺取李东, 不惜出手杀死林宇柔的。 对于上官娃儿的手段, 他敢那样做, 李鸿图不会有丝毫怀疑。 而最让李鸿图头疼的, 还是上官娃儿刚才说的那句话。 上官家族, 竟然同意了。 这就意味着, 李东的身份, 恐怕已经藏不住, 要暴露了。 不然的话, 以上官家族那种高高在上的眼光, 怎么可能会同意, 这门早就已经取消的婚事。 李福站在旁边, 看到上官娃儿彻底离开了, 他才开口, 老爷, 恐怕上官家族, 真的已经知道了。 小少爷的身份, 恐怕已经有人泄露出去了。 李东身为东方战神, 他回归国内这件事情, 只有少数人知道而已。 普通人想要知道这个消息, 绝对不可能。 但上官家族不一样。 这个家族, 在国内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 哪怕已经将重心转移到了东南亚, 影响力依旧大的无法想象。 他们想要得到这个消息, 并不困难。 李鸿图没有说话, 只是他身上那风轻云淡的样子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深沉和强势。 李东的身份暴露了, 那么, 盯着他的人, 那就更多了, 李东身为东方战神, 无论是地位, 权势意或者是钱财, 都是全球顶尖的。 谁要是能够得到李东, 那就绝对是如虎添翼, 甚至可能一飞冲天。 像上官家族那样的存在, 如果能够得到李东, 别说区区一个亚洲了。 两两联合之下, 甚至有资格问鼎世界第一大家族这个名头。 而且, 对方要是得不到的话, 那也绝对不会让别人得到。 谁也不愿意看到, 对手的实力突飞猛进啊。 那么, 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杀了李东。 一劳永逸。 当然了, 这是最差的可能。 再者这个可能性, 微乎其微, 毕竟, 以李东的实力, 这个世界上能杀他的人, 少之又少。 甚至没有。 但李鸿图最怕的, 是对方出手伤害李东身边的人啊。 比如林宇柔一家。 上官娃儿是非常有手段的女人, 她为了得到李东, 真的会不择手段的。 别人或许还想不到这一点, 但李鸿图不是一般人。 她是李家的家主, 眼光非常人可比, 更加知道, 像上官家族那样的存在, 在北方绝对安插了一些可怕人物。 那些人, 肯定潜藏在暗处的。 她的表情无比严肃, 让李福也跟着紧张起来。 老爷, 小少爷会不会有危险? 李福跟着李鸿图多年, 看到李鸿图的表情, 立刻就知道, 事情有些麻烦了。 放心吧, 她的身份, 除了你我, 还有少数的一些人知道之外, 其他人是不会知道的, 所以我猜测, 上官家族, 最多只是猜测。 李鸿图淡淡道, 至于其他家, 哼, 他们也一样, 都是猜测而已。 李东的身份, 是最高的机密, 不会轻易泄露。 但不排除那些大人物, 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毕竟李东回来到现在, 在中海军区以及南方军区闹出了一些事情, 连特种战队的赵斌都出动了, 这件事情, 有些人想要查, 的确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如此一来, 李东恐怕真的会有一些麻烦了。 行了, 这件事情不用去管。 李鸿图冷哼道, 让那小子吃点亏也不是什么坏事, 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是。 李福恭敬应道, 他知道李鸿图必定会有大动作, 他所能做的, 就是全力去执行李鸿图的命令。 林氏集团, 总经理办公室。 李东推门走了进来, 发现林宇柔正扶在桌子上办公, 桌子上的文件, 都快要堆成小山了。 这几天, 林宇柔在省城那边, 处理了不少重要的文件, 但一些不太重要的, 累计起来, 数量极为惊人。 李东手里拿着一包薯片, 走到办公桌面前。 听到动静, 林宇柔抬起头看了李东一眼。 你去哪里了呀? 怎么一整天都不见人? 关于杜小凡父母的事情, 李东并没有告诉林宇柔, 也没有让小白告诉他。 因为林宇柔的工作已经够忙了, 在告诉他这样的事情, 只是让他徒增烦恼而已, 有点事情去处理了一下。 李东笑着道, 你吃饭了没有? 吃了。 林宇柔翻了个白眼, 本来还想跟你一起出去吃的, 结果找不到你人, 我就让小白帮我打包饭回来了。 那就行。 李东点了点头, 然后走到林宇柔身后。 你干嘛? 林宇柔问道。 看你有点累, 帮你按摩一下。 好啊。 林宇柔点了点头, 然后靠在椅子上, 闭上了眼睛。 李东的按摩技术非常棒, 这一点, 他深有体会。 李东帮林宇柔按摩, 林宇柔一边享受着, 轻声问道, 老公,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北上? 这是林宇柔目前为止, 最大的目标。 因为林室集团在南方, 已经是霸主级别, 再也没有其他的对手。 湘江那边的市场, 也已经占领了。 如今新的产品, 也已经开始投入市场, 并且获得了极多的好评, 市场反响非常不错。 这意味着, 林宇集团建立新的行业标准, 已经无人可以阻挡。 如此一来, 林宇集团想要继续壮大自身, 那就只有北上。 而且, 林宇集团想要跨入国际, 也只有北上这条路。 所以, 北上, 势在必行。 最主要的是, 林宇柔要带着林宇集团去北方, 击败那些所谓的豪门家族企业。 因为李东的仇人, 都在那边。 李东的母亲, 因为那些超级豪门而死, 林宇柔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带领林室集团, 去击败那些超级豪门, 为李东报仇。 现在, 林室集团已经做好了北上的准备, 林宇柔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北上吗? 李东眼睛微微瞇了一下, 放心, 很快了。 他刚说完, 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 竟然是陈小刀打过来的。 你先休息一下, 我接个电话。 李东拿出手机, 接通了。 说。 大哥, 出事了。 那边, 传来了陈小刀有些着急的声音。 什么事? 崔家那个老东西, 他已经出关了, 根据情报, 他已经踏入半步超凡了。 陈小刀的声音, 非常严肃。 他去了一趟长老院, 将那个秦健书救了出来, 而且, 他现在已经南下, 要去救那个崔家的二小姐, 崔方。 大哥, 您那边, 要小心啊。 他知道, 李东的实力很强很强, 崔家那个老东西, 肯定不是大哥的对手。 如果崔家那个老东西, 去跟大哥硬碰硬, 他压根就不担心。 他所担心的是, 崔家那个老东西, 不跟李东硬碰硬, 而是选择暗中出手, 那就麻烦了。 半步超凡啊。 大宗师之上的存在。 在南方那边, 除了李东, 谁也无法抗衡。 好, 我知道了。 李东沉声道, 你那边, 吩咐下去, 将产业进行收缩, 让兄弟们都隐藏起来, 不要跟崔家硬碰硬, 等我过去。 他很清楚, 既然崔家那个老东西, 踏入了半步超凡, 那么, 陈小刀对方对方, 绝对不是对手, 如果强行要硬碰硬, 陈小刀绝对要被打死。 是, 大哥。 陈小刀松了口气, 他现在的确不是那个崔家老东西的对手了, 但只要他隐藏起来, 即便是崔家, 一时间也找不到他。 到时候, 只要大哥一到, 什么崔家, 什么半步超凡, 又算得了什么, 挂断电话, 李东眉头微微皱着。 不得不说, 这个消息, 真的是出乎他的意料。 要知道, 武道境界, 到了宗师之后, 想要再进一步, 是何其艰难的。 这一点, 李东深有体会。 他在武道上的天赋, 虽然说是万中无一, 但, 李东能够拥有今日这样的实力, 可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得来的。 这些年, 他几乎每天都在战斗, 在生与死的边缘之中进行磨练。 不知道有多少次差点死掉, 才换来今天的实力。 而到了崔家老爷子那种年龄, 想要再进一步, 无疑更加艰难了。 李东都没想到, 对方跟陈小刀一战之后, 落了重伤, 但最后不但伤势恢复, 竟然还突破了。 这就是, 着了什么去那儿。 对方跟陈小刀一战之后, 听点误会决的这么多先。 感谢观看